各位CUA清委结社学组的委员 尊敬的黄院长 尊敬的高手锋教授 我现在宣布 今年2020年CUA清委结社学组 结社会议现在开始 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这个会议今年采用了一种很特殊的方式 就是三个线下的会场 北京 广州和武汉联动 然后全国的其他60位委员 在自己的家里面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网 希望这种方式能够成为 从今往后一种可选择的会议方式 将来提供给大家 然后成为将来全国交流的一种模式 那么这次会议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黄建院长叶教授 徐克卫教授为我们做开场致辞 首先请CUA清委复联委员 徐克卫教授为大会致辞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代表CUA清委会 对我们建设学组的会议表示祝贺 2022年正如刚刚我们李金教授说的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进入了全民抗疫的一个短况 虽然我们出行是受到限制 但是我们的学术交流没有停滞 从商业份到现在 我们清委会 接时学组 李军组长 李肖 吴文琪副组长的策划和带领下 已经举办了七场的 接时亲信女营 晚上直播 还有三场的手术 晚上加入会 这些不同规模的在线研讨会 内容很丰富 而且心事也很多艳 我们所有的接时学组的成员 都很珍惜这些协组 这个组建的这些交流的平台 积极参与了各线的一个交流活动 感谢我们学组的组长们的心情付出 感谢我们委员们的热情参与 上个月就在CUA常委会上 我们几位亲委的副主委 应邀列席的会议 会上CUA的领导 非常关心我们亲委会的发展 今年就提出 我们亲委会的各学组 要积极主动参与 与我们CUA的学组进行对接 在CUA各学组指导下 进一步提升 亲委会学组的学术引领力 据我所知 李津教授 余娇教授 吴文奇几位组长 在策划 本次届次学组 学组会议的时候 就非常有幸地得到了 CUA皆知学组组长 叶丹琴教授 郑国华教授 李建兴教授 高晓芬教授等 我们皆知学组的大咖 亲自的指导 我相信根据我们CUA常委的指导意见 我们亲委纳入了统一管理 这会就为我们亲委会 今后的学组的健康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在此感谢CUA领导 对我们亲委的关心 最后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线上会议 这个也得到了 我们很多幕后英雄 幕后产家 这个像我们珠海普森 像上海的英诺韦 巴德 波科 还有我们瑞科恩公司 这些公司给我们 亲委会届时学组 这次学组会 给了大力的支持 在此呢 我就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预祝 我们学术这个会议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感谢邢教授 对大会的支持 邢教授也会代表 CUA省委会 给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 希望呢 将来能够在CUA省委会的提导下 我们精神学组能够大步前进 那么现在请 CUA前任主委 CUA阶事球组组长 还有AEU主席 邢章平教授 为大会致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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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 邢建主委 曾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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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兵教授 曾经的 吴兵教授 许可卫教授 虞肖教授 虞肖教授 还有我们 清委会的 这个节食学组的各位 副组长 以及各位委员们 早上好 这个非常高兴啊 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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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 2020年的 CUA 新委 节食学组的 这样一个年会 在这里 在这里呢 请让我代表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节食学组 代表这个 这个 中国量子联盟 国际量子联盟 对这样一个 对这样一个会的 这个隆重召开呢 表示热热的 作用 刚才听见那个 许可卫教授呢 这个 介绍了一下 在这个 以疫情之间 那么我们的 清委会的 这个 这个 节食学组呢 在这个 大家的 立下 在李军教授啊 徐可卫教授啊 于潇教授 还有等等 其他的 专家的 这个 这个 开展了 这么多的 这个 这个学士活动 我想呢 对于提高啊 中国料食的 整治水平 应该来说呢 起到了这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这个 也看到了这个 我们的 青年学者 青年专家 特别在 节食医域 不断的 放心 开拓 所有成效的 成绩 而且呢 看见大家呢 一段在成长 所以我感到 由衷的高兴 另外 这一次的这个 学生活动呢 我看那个内容啊 也非常丰富 那么这个 包括这个 与俱进 啊 这个 定义求精 啊 还有这个 Master Fallen 以及 进展于经验 另外还有 徐可卫教授 还跟大家 还要介绍这个 关于这个 DAU的 2020年的 料石的 摘要的 清脆 李君教授 也介绍这些 小而节食的方面的一些 基础研究一些精神进展 我感觉到啊 这是一次这个 非常高水平的 一个学术会议 内容安排也 非常的好 应该来说 最推动 中国的密教学节食 啊 等待 以及 这个 新业务性艺术的 开展方面 应该起到 非常重要的 作用 所以我想的话呢 这个 青年人 是朝夕澎湖 你们是 我们中国的希望 也是我们CUA的希望 我想的话呢 怎么咱们CUA 啊 这个 在 往后 在这个 黄建主委的 代理下 我们 一定会 完结 并不 更上一次谋 那么我们的 学食 的领域 有了我们 新委会 这个 这个 这一支 这个中间的力量 应该来说 啊 对中国的密教学节食 无论从 防治 新业务 新技术的开展 以基础研究 这些领域里面呢 一定会取得更好的兴趣 那么在这里呢 也 也 希望 希望我们呢 新委会的 这个 这个 解释 解释 将来我们要 导演于 不是单纯治疗解释 只要治疗解释病 所以说 非常的希望呢 所以说 非常的希望呢 其实学主呢 这些年语 都是英语 非常好 基础 都是非常好 都是博士 硕士 已经在国外 有留学的经验 所以希望呢 我们把这个 技术的研究 都跟上去 不仅仅是 专门在探讨里面 要 病因的 征诞和治疗 在这方面 要加大 这个方面 那将来呢 对我们 在国际 达到我们的领先手评 要保持我们这样一种 传统的优势 重要的是 要使患者 真正 从防治到手 让他们 长了结石以后 通过我们临床处理 能够控制他 触发 或者说 发的更少 发的更少 这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的 这个 这个 方针政策 所以最主要的 还是要造福患者 造福于广大的人民 所以我提这一点希望 总的来讲 希望是你们的 所以说我们将来 我们 CUA 我们这些领导们 也 非常的 希望你们 在这个领域里面 更上一层楼 做出更多的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叶教授 感谢叶教授 对我们年轻人 对我们年轻人的指导 和教会 的确呢 这个年轻人 代表着这个祖国的将来 代表着学术的未来 年轻人中呢 肯定会出现很多将来的 这个学术精英 甚至会引领将来的这个 学术的这个发展 但是无论如何呢 年轻人 青年委员 青年委员的任何一个学组呢 需要在CUA的这个领导的指导 和关怀下呢 健康成长 叶朗呢 作为这个学组的领导 也是作为IAU的主席呢 将来肯定会更多的 对我们去关心爱护 也希望呢 这个我们CUA青尾结实学组 在CUA结实学组和这个IAU的这个 关怀下呢 能够迅速的发展壮大 下面一个 这个致辞的专家呢 应该是黄建院长 但是黄建院长 李军教授 李军教授 哎 刚刚呢 黄建主委打电话过来 他说他在那个在消遣 那个会议上 因为那边呢 上网有些障碍 他能够听得到 但是呢 没办法啊 这个跟大家直接的对话 所以呢 他就说 这个让我转达一下 对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个祝贺 以及呢 我们在CUA指导下 在我们叶正群教授的 亲自带领下 那我们 我们沿着我们 借实学主制定的 这个 这个发展的路线 然后呢 就是坚持 我们 进行一个 学术的一个 交流 那我们 这个学会的 亲委会 借实学主 那就会发展的更加 健康 蓬勃 这个 第二环节 也就是我们的 学术交流环节的 与时俱进的 主持人 为大家 来 开始第二环节的 学术交流内容 那么第二环节呢 应该是 主持人是 喜喜林教授 王少刚教授 不知道上线 没有 王少刚教授 今天作为我们 第二环节的 这个专家点评 有请 习教授 好的 那我们正式开始进入 我们今天 第一个板块的 这个交流 我们这个板块呢 叫 与时俱进 那么 增进的 叶章纯老师 增进的 那个 黄建老师 增进的 这个 徐卫教授 李军教授 刚才 听到我们 这个 几位老师的 精彩致词以后 我们备受鼓舞 感谢他们 对我们这个 学主的 这个努力和关怀 我们相信 一定不会辜负 各位老师的 这个 把我们这个 学术活动开展好 那我们这个板块 有两个讲题 每个讲题 有三个 我们清委的 结识协主的 委员的讨论 另外一个 这个环节 特别邀请到了 我们 王上刚老师 作为一个 点评专家 我想呢 就是 讨论的 这个时间 15分钟 所以 这个时间 请我们的讨论的 委员一定要 控制好时间 每个讲 讲者 讲完以后 我们这个 讨论嘉宾呢 每个人发言 大概两到三分钟 发言完以后 请我们王上刚老师 做一个总结点评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是开始了 首先有请我们 这个 CU清委的 副主委委员 这个 徐国卫教授 他给我们带来 这个是2020 我们刚开的这个 EU节食会的 那个 研究 那个热点 所以这个内容非常好 大家欢迎 尊敬的主持人 尊敬的同行们 大家好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 是EU的 节食研究链点 这个呢 在我们 上连周的 POST EAU 这个会议上呢 我也曾经 这个跟大家 做个介绍 但是呢 我要讲我们 亲委会呢 更多的 这个只是 对我来说 我只是 抛装淫欲 更多的是我们 这个让大家 一些讨论 这样的话呢 可能大家 在这个交流当中 就更有收获 我只是 抛装淫欲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节食学组 节食方面的 在这次投稿方面 其实排在前面 几位的 怎么这个 昏灯是有的 是 术前诊断 预测 手术方案优化 基础研究 感染相关 这个呢 是排在前面几位的 但是我们 在那个 在这个论文的一些 优秀摘要里头 我们看到了 这个 我们在 手术方案优化方面 基础研究方面呢 都没有 很好的一些 这个 这个 新的东西出来 我们反而看到 这个 被评为 这个链点的 是下面的几个方面 一个呢 是预测模型 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这个是适应 现在这种 大数据时代 这个对预测 皆知 清除率 为手术期指标 生活制定等等 包括并发症的一些 研究呢 是比较多的 这个 也是成为了 这个会议的一个链点 还有呢 融合 这个医疗的一些工具 就是现在 一共融合方面 包括这个手机的 APP的应用 3D的一些 这个融合穿刺的一些 一些应用 在这次会议上 有一些 这个报导 还有 接时量化 标准化 细化方面 包括这种 评分系统 以及我们这个 这个记录的标准化 像PGN手术的标准化 这些方面呢 就是也得到了重视 在基础研究手术 进展方面 这个比较少 一些 这个太有链点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边有一个 是来自英国的 一个文章 是关于这个 用线列图 来预测 肾脚痛 皆是排出概率 这个也是通过 4000多例 这么一个 书记库的资料 然后进行一个评估 然后再经过 798 89例的一个 外部验证 然后呢 通过性别 中性力细胞 这个生机水 发热 结实的大小 位置等等 进行一个 这个综合评估 最后发现 这个影响最大的 是结实的大小 以及所处的位置 这个呢 事实上跟我们 寄网 寄网的这个姿势 也是差不多是 这么一个印象 当然这里呢 就可以有一个 这个先列图 让我们 在医院中 在临床的应用 当中 就可以比较便利的 就跟病人 进行一个很好的 交流解释 我们情况下 在情况下 该需要 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 或者是可以进行 水访 是可以有些参考意义的 然后还有 这个 这个 中国人来预测 这个初级医生 哪些病例 是比较适合做软镜的 这个呢 其实上 我们也经常会 做这样的思考 但是呢 没有很系统的 去进行一个 这方面的研究 那这个 通过 这个研究 通过 308例 这个软镜的 这个 这个病例的研究 就发现 这个 在 在三尿路 软镜手术当中 影显最大的 实际上就是 三尿路的一个形态 这形态呢 就包括是 塑尿管的形态 以及 圣里面 圣鱼的结构的形态 它可以分几种评分 在不同的评分下 那它难度不同 可以适合于 不同程度的 这个 不同水准的 这些 年轻医生 进行 这个 学习 那可能会比较 这个 让他们这个 学习的 会更加平稳 然后这边 这个是 这个 加拿大的研究 是基于深度 学习的预测 甚至是患者的 生活质量 我们 可能 以前不是太 重视这个 结石的生活质量 但是呢 因为结石是一个 经常仿佛发生的疾病 而且是一个 良性的疾病 是可能会伴随着 我们患者 一生的疾病 所以在这方面呢 对患者的这些 一些生活 这个一些基本指标 还有他症状 以及临床体征 等等的一些综合的评估 可以对这个患者 给出一个 基本的一个 生活制定的一个评估 对他以后生活的指导 以及是如何积极的干预 增加这种益从性 那应该是有些帮助的 可能以后 我觉得 这个研究 应该是有一定的意义 平时我们重视得少 以后可能 还是值得我们去加钱这方面的 这个关注 在这个会议上面 还有一个 义工融合的一个展示 像它就是通过3D 来展示 这个肋骨 这个剩余 这个我们肾脏 关系 然后呢 把结石通过3D的打印出来 这样都非常时光 这样的 事实上我们以前 我们做肌脾神经手术 事实上也是通过肃拳 我们用CT 用肌脖神经照应 等等 把这些 把这些 隐线学的资料 在自己的脑海里头 形成了一个 隐线学的 这种3D的一个理念 然后进行一个 穿刺治疗 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 那这里 它用这种3D打印的 就让我们 这个素者更加直观 这个对于我们 这个提高 肾结石的成功率 穿刺成功率 那是有帮助 特别是现在软禁时代 留给我们做筋疲圣禁的 我总是觉得 应该都是 比较伤脑筋的 比较困难的病例 所以想尽一些办法 来提升 这个和缩短学习期限 那应该是有些帮助的 这个呢 像意大利 这个报道 其实上才报道六例 是吧 另外一个团队 用这个 也报道了 也非常有限 这么有限的病例 人家 也是做了一些 这个不错的一个创新 我相信 在我们国内 大量的病例的基础上 那我想这方面 可能提升 会更加 这个更加快速 这边呢 另外一个呢 3D软件的 软件的一个介绍 甚至 这个帮助患者 如何了解 甚至是 我们经常要跟患者 进行很多换教 但这种呢 很多时候通过一些 简单的图 这一些 甚至我们 这一些表述 可能不一定 患者能够听得进去 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的话 有可能 就造成一些 这个交流不够充分 那现在这样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同行 来自俄罗斯的 这么一个专家 这个设计了 这么一个3D的软件 可以让患者 所以现在是 钻到这个 肾脏里头去 然后了解一下 这个结石跟剩余的 这个三维的空间结构 然后可以 增加了 对这个 自己病情的一个了解 那现在通过这个链表 患者对这个 肾脏的结构 了解 提升了 重视度也提升了51% 对整个手术步骤 提高了57% 接下来 他的满意度 会增加了53% 这样的话 我们对治疗这种 良性疾病 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风险 更容易通过 这个便利的交流 让患者充分的了解 这个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在APP融合方面 这边有一个 是APP的一个提示 这方面 我其实上 我们自己都在做 就是我们通过微信平台 通过我们这个 这个微信群 来进行一个提示 在APP 我也听说 国内有些同行也在做 但是我们 没有把它 可能很好的 把它 这个秀出来 所以我看到 这个意大利 它这个做的 也不是太复杂 但是 它也是被选入了 这个EAU里头的栽药 然后在圣介石 评分系统 我们也经常困扰 有这么多个 像什么Store评分 Reset评分 等等这些 有四个评分系统 现在用的比较多 那哪些是哪个评分系统 更加便利好用 那这边有一个 是前章性的研究 被列为优秀论文 它是在通过160EA的一个实践 然后对照了四种评分系统 得出的结论是四种 各有优缺点 但Store评分和Reset评分 就更加容易计算和操作 值得推荐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量化细化方面 今年因为一次性软禁 在我们国内也推出来了 可能大家对这方面 也更加那个关注 这边有一个研究是 用普生的跟波科的一些软禁 还有可重复使用软禁 进行一个对照 就发现随着操作的例数越多 应用可重复的软禁经济效益更佳 这方面当然这是国外的结果 我们国内的是不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值得 进行一些探索 因为在过去几年 事实上我们用的绝大多数 还是可重复使用的 但是我们得出的 是做的越多 是亏的越多 是吧 你每年投入那么多的维修费用 很多地方都是血本乎归 所以很多时候软禁的使用 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反而一次性软禁进来之后 是让我们医生少了很多顾虑 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接受到这种 未创的一个治疗 所以这方面 这个是我们也要接合我们的一个实际 进行一些探索 这个PCN研究报告的一个标准化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起眼 但是呢 对于我们临床的一个研究是非常重要 现在叶战均教授 郑国华教授 还有我们经常提起 我们其实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就是要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个临床研究 但临床研究的基础 就在我们的病例的标准化 往往我们很多时候要进行一些病例回顾 不管是回顾性的分析 还是进行一个对照的研究 都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在记录方面 都是缺这个缺那个的 很多都很不标准 包括你手术时间什么开始算起 手术名称该怎么样的标准化 多大的孔径 是一个这个是这个miniPCN 或者是SNP 或者是那个这个标准的一个PCN 这些记录往往都会有很多 这个这个参差不齐的地方 这个实际上我们进行这个 这对我们进行一些临床的研究 就非常不利 所以这方面其实上 我觉得 这个这篇文章的一个链点 就在于 这个让我们对于这种描述 不管是手术描述 还是这个治疗结局的描述 一个标准化 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这边这次会议上研究的 一个链点方面 也是这个国外的 印度的一个专家 因为我们中国华院长这个发明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研究 这个可以发现这个 这个SMP 确实在这个 可以获得先同的清除率 而且冰法症更少 这是一个很值得推广的 我们很自豪的 这个我们自己国内专家 发明的一个器械 然后在另外这边呢 还有一个俄罗斯专家 报导的就是 精疲生性手术 运用二氧化碳的环境 来检查蚕食 这样的据他的研究说 通过这样二氧化碳 来进行充盈 可以方面减少了 这剩余的一个过度的一个 这个粘力可以减少了这种 剩余这个 生斗的一个反流 而且呢 它很安全 简便 廉价 手术时间短 当然它也有不足的地方 就在二氧化碳的环境下 很难 这个没法 应用这个机关进行碎食 只能进行一些残食的套取 这个也是一种探索吧 临床应用 什么 这个可能还得 还得进一步的完善 在病化症研究方面 就是 这边有一个 这个值得 值得推荐给大家阅读的 就是一个 抗瘾药物的 和抗协合板药物 这么一个研究 是否需要进行 宿前的一个停用 这个呢 在这个我们业内里头 是有挺多争论的 那从这个9000多例的一个 回顾性分析来说呢 它提出 这个塑料管镜 包括软件 这个包括软件方面 服用 在抗瘾药物和抗血浆板药物 是安全的 不用 提前的进行一个桥接 或者是停用 在预测术后感染方面 这边有一个 土耳其的一个报导 是回顾性的分析 分析的640例的软件 一个 这个病例 就提出它的感染病史 还有手术的时间长短 还有术前 压硝酸炎的阳性 这个是软件 术后感染的一个 独立危险因素 而这边有一个基础研究方面 有一个是 用雪橙 联合葡萄汁 来预防这个大鼠的 圣洁石形成 这个是我们一直试图 通过一些 这个大自然的这些 这些藏物 是吧 像之前的聚酸 这个 淋门这些物质 那现在这边呢 又提出用雪橙联合葡萄汁 这些呢 它的机制如何 以及呢 这个如何进行 这个临床的应用 那我是觉得我们也可以 借着机会 进行深度的一些了解 以上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做了一个回顾 那我们看看呢 这个以后 今后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 进行一个着力 一个呢 就是信息时代 那我们如何把这些 新的一些技术 这个3D的应用 这个人工智能 大数据方面 把它融入到我们 这个结实病例当中来进行研究 因为我们结实病例非常多 非常庞大 这个大数据的能够 结合到我们一些标准化的 一些数据的 这种 这个应用 那我想对于我们把这个结实的一个 这个临床研究做得更好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那还有呢 通过一些这个 这个在结合一些像这个3D 或者是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进展 融合技术的一些应用 对于我们提升我们这个手术的疗效治疗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在我们国内呢 有很多优秀的一些这个厂家 不断的进行创新 像这个英诺维 事实上它有很多的产品 这个都是属于原创性的 包括像我们绿科恩公司 其实它也有包括激光方面 在这个领域里头呢 也有很多一些自己的创新 这些方面我们把它充分应用 这个再结合我们这个国内病例 多的这么一个特点 那我想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出很多 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能够发生的一些这个自己的链点 好吧 以上呢就是简单回顾一下 主要是抛装影域 这个让我们这个我们 跟居士学组的同行们 进行一个多的交流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这个 教授做的精神报告 我们知道这个 因为这个板块的这个问题 他说 所以可想而知 我们今天回家做完 付出大家的时间 为我们获取了很多样点 而且呢 这个位教授呢 终合这个CNU的这些方向 也应该就是 这个人的教授 那我们的方向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请我们这个嘉宾 请我们蒂国海教授 蒂国海 蒂国海在吧 蒂国海 蒂国海就在不在 那例行 请下一位讨论嘉宾 就是李翔教授 你好 你好 西西林教授 在我在我在 你是那么 针对我们刚才许克威教授 这个报告 好的 非常感谢 这个许克威教授 非常精彩的发言 对2020年EUA的一些 议员亮点 做出了非常精彩的 我觉得我们最近年轻的 命令外国医生 受到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石头卫教授提到了 使用一些新的临床研究 用一些新的模型 来发现 另外呢 尤其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比较有心理的一点 就是在PCM当中 使用二氧化碳的环境 来观察结石的蚕食 我觉得这都是 非常有创意的研究 我们将来诚实临床研究 也有很大的启发 您的声音特别小 另外一点呢 这个石头卫教授也提到了 我们中国医生 在进行研究的时候 李翔老师 一定要标准化的建立 这个 李翔老师 您的声音特别小 比如说 RCT研究 我们要进行很精确的设计 包括统计学的这个分析 我觉得这些都是 对我们非常大的 这个一些帮助 今天的这个会议呢 我听了这个石头卫教授的报告 我觉得也受到了 很大的启发 有一些很新的这种亮点 有一些很新的这些创意 我想对我们今后 在从事临床研究中 或者是基础研究 都有很大的启发 好的 谢谢徐可为教授 谢谢西启林教授 谢谢各位同道 好谢谢 刚刚我联系一下 那个谢国海教授 他说那个 他还没办法发言 我想可能是因为 这个这个 这个主办 这个这个辅助方 给了那种听者的账号 所以就没办法说话 他还在上线 他还在线上 我先请那个张荣教授 张荣教授在不在 张荣教授在不在 张荣教授 我刚刚看见他是在线 他跟谢国海 两位教授都在线 但是呢 屏幕都显示 都黑的 全黑的 这可能是一些 路上的问题 他能不能听到 我们那个声音 这样吧 如果教授 刚好我们这个 王上岗老师 也刚刚上线了 那么我们先请他 那里面就报告 好热烈欢迎 欢迎我王上岗老师 那个 真正的口语书家 口语教授 听得到吗 听得到非常好 王教授好 对对对 现在谢谢林教授 刚才我认真听了 徐国卫教授的演讲 其实这个内容 我也学了一次 我也讲过一次 在POSE的研究上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徐国卫教授 讲得好 讲得强细 徐国卫教授 尤其在那些创新的设计 临床研究和那些 包括事实背上 包括思路上 手术思路上的 讲得更加的强细 我当时我做那个 POSE 也有解释 那个演讲的时候 我也学了一些真要 当时有时候 真的还没有觉得 就是这个解释 像主流那么创新那么多 但今天呢 真的 我也要做的演讲呢 其实还是可以 做很多工作 当然解释方面 做的工作 给人感觉呢 有时候呢 就觉得它意义 究竟在哪里啊 这个我自己也在思考 我自己让解释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的 把安全高效的 把解释取掉 第二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让它 不发 不复发 这应该是所有解释研究者的 两个重要的目标 如果能做到这两点 那解释的病 效果就非常大了 这是我自己 也一直在思考的 两个问题 当然我自己呢 尤其在第二个问题上 进展确实是没有太多 都在第一个问题上 下功夫 当然我像国际的通道 也都在 第一个下了功夫 更多一点 而且从 徐国卫教授 刚才的演讲 也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人 不管是在解释的 基础研究方面 在临床研究方面 应该都有相当的 发言权 我自己感觉 这一点上 在解释这一方面上 应该比肿瘤 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个应该也值得 我们治好的地方 当然我们要更加的努力 要做得更好一点 这个谢谢 徐国卫教授 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 谢谢 谢谢王上刚老师 王上刚老师 这个 这个书 是非常深入的 这个造诣也是非常深的 所以他提出这些问题 都我们以后在研究过程中 包括这一条 谢谢王上刚老师 叶国海教授现在来了吗 叶国海 叶国海在线上 然后我都看到他在那 听到吗 对 看见了 我看到你了 听到 听到 国海 我听得到你 现在到你了 就是说刚才徐国卫教授 对EAO的 确实总结得非常好 我自己感觉到很振奋 就是说对于你来讲 你这个对刚才徐国教授 对我EAO的这些四个方面创新 你发表一下你自己的看法 谢谢徐教授 刚刚这个用网络的原因 可能错过了一个亿 一个就是徐教授的那个课 我都说他这个讲话 我都能听得到 听得到 这个点评就不敢了 刚才王准讲 这个基础研究的这些方面 那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要感谢学主 对我们年轻人的支持 也感谢刚才徐教授 给大家带来一个 EAO最前沿的观点和动态 我们知道徐教授 也是我们的抗议大英雄 所以对他的这个所做的工作 表示敬意和钦佩 我另外那个就是 可能刚才也有 我要提的一个 就是徐教授的这个讲题 也提的一个问题 可能刚才是不是有的 从那已经提过了 因为我这个网络 好像不是很清楚 就是关于有一个硬帝 还是意大利的一个 用氮化碳 这样去充全的 去代替心理人士 进行这个视野的清理 我觉得挺有意思 所以正像刚才徐教授讲的 其实有些他们有些 他们有国外的学生 他们实际上的病例数也都不多 现在六年 这个也是 就是说 大家来提的一个 就是说 我们更多的 人呢 也是 这些台词 你来可以 郭海啊 你的声音可以稍大一点 我在撤在耳朵听 没听到 那这是先生 喂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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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 那个聪明 这个剩余 来检查 蚕食 那个报道 对 他们都搞会议事 对 那个呢 我就看到呢 也是看到摘要 没有 我看到 也就是摘要 所以呢 还是觉得有点意识 因为我们也是经常很担心 这种 肾内高压的情况 那可能压力呢 不便控制 现在虽然说 我们软禁 精疲肾禁 都有一些 一些研究说 进行一些 这个测压 诉讼进行监控 这方面呢 我看国内 也有好几家 公司 还有好些专家 也在这方面 做探索 其实是挺好的 但是呢 也是受到一些 技术的瓶颈 比如说 如何 很精准的进行 测联 这个肾内的压力 不管你软禁 筋疲肾禁 你现在主要 还是通过这种 水柱撤压 这种呢 就存在着一定的延迟 或者是说 由于这个堵塞 那就会造成这种压力的 不够及时反馈 有点 就是造成这种 肾内压力 增高的这种顾虑 我看他呢 这个专家 这个是俄罗斯的吧 他是用氧化碳 充盈 这个呢 可能压力调整 会更加容易控制 他就跟这个 跟外界先通这么一个压力 但是这个真的确实是 没有做过 也没有看得 没有办法看到全文 不知道他这个压力 是如何能够 比较好的一些控制 才能够减少这种 细菌入血什么的 那我想假如 你这个不能够 很好的控制 这个进行测压 和调整这个肾内 这个压力的话 我想爱上化碳力 压力高的话 同样也会造成这种 肾内的一种 这个这个劣系 这个剩余 剩长的反流 这个我觉得 可能也会出现吧 但是我主要是 没办法看到 我就看到他的全文 不太知道 他这个具体做法是怎样 而且他是俗后 精疲胜性俗后 若干天之后 再用他来检查蚕食 这方面其实我更关心 就是诉中如何这个确定 因为我们精疲胜性 绝道多数 我们都是密钞定位 这个不像 像广一 郑华教授那边 就他们一直推崇 这种S官定位 密钞酸定位 其实是非常有益的一点 就是诉中 这个更好的判断 这个结实残留 但是我看他这个报道的 都是俗后在进行复查 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稍微弱了一点 而是能够诉中 就是一起手术的时候 同时进行这方面的检测 可能是有益的 那会不会是 因为一起手术的时候 因为有出血的一种顾虑 这个视野可能有些血块 不能够通过这种氧化碳 不像我们水 就用水冲洗 可以把这个血块冲洗掉 能够看得清楚 各个像内各个 各个长的一些 这个残留结实 不知道是不是 由于这种顾虑 所以它是俗后在用的 比如说俗后在用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 精确一点 我们就俗后做个CT扫描 那我们就可以 很好的进行 辨证这个结实 然后它呢 这个我觉得它有 它创新的地方 但是创新点 这个如果借鉴 那我觉得可能 下一步看到 有没有一些全文出来 我们可以再 更深入的学习 但我觉得 你要脑洞大开 去选这些方法 总是值得 这个大家一起 留意一下 这个方面 好了 我明白了 这个徐贵教授说 这是术后 用二氧化碳代替水 是吧 这么个意思 就不冲水了 只是灌气体 用这个镜子去检测 那就要保持这个 这个通道密封性了 是吧 是的 好 谢谢谢国海教授 接下来我们请张荣教授 张荣教授在不在 能听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不好意思 刚才可能网络的问题 听得到了 感谢这个CIA的领导 以及亲近这个 接受学组的领导 不忘初心啊 仍然在疫情 进行这个亲吻会 给我们这个各位兄弟 一个交流的机会 是吧 还有见到各位 聆听各位大佬的这个 授课是吧 那刚才 这位教授的话 他给我们讲了 这个EU的 这些很多的新的 亮点是吧 如果然后说 收获还是比较大 因为国外的话 总的来说 我感觉也是 好像手术方面 手术术室这些 好像和国内也差不多 是吧 一直到了个瓶颈 但是就是说 从这些 这个 其他的研究啊 包括这个 这个 结实对生活质量的 这个方面的 议策 研究 是吧 还有这个费用的 这个 手术费用的 这个营丢 这块我觉得 应该是比我们 这个国内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是吧 因为 对上国内 我感觉很多 这个 单位在做 当时可能不是 做的那么广泛 规范 还有 这个手术费用 因为在我们国家的话 我觉得这个 手术费用 这个还是一个 比较 要有正式的问题 是吧 一次性 像这个软件 一次性 或者重复性 软件的使用 到底是哪一种 这个费用更低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是重复的 刚才像 新销售说的 反正 这个 重复使用呢 一个 对我们新手来说啊 我以前 音频道软件 可能做 20摊不到就坏了 现在我用了 普生的一个 这个 试用的 它可以用四个小时 我现在已经 可能做了 十几摊了 还没坏呢 但可能我做的 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 一个是这个 另外一个 刚才 谢教授也说 这个信息是在 是吧 人工智能啊 大数据啊 这些 应用非常的 必要 我们国家 的确是 结实的 大股 是吧 这块 这些 技术的话 如何来 来水访 这些 包括在刚才 是要说的 APP的 这个 使用 我们 对 现在说的 我们有些在 微信上也用 也关注这方面 当时可能还没有 付片 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 我也提个问题 就是刚才 他说了一个 一个软件 抗瘾药物 切瘾药物的使用 是可以的 但是 就是说 精疲剩镜方面 也能不能 常规的使用 这样 谢谢 您刚才说的是 抗瘾药物 那方面 是吧 对 这方面的话 软件 从软件 筋疲剩镜 体外症 没碎 这方面 我们也是 一些临床实践 来说 觉得还是 软件 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是 抗瘾药物的 不用调整 但是 筋疲剩镜 那就 真的不敢 去轻易的尝试 筋疲剩镜 还有 这个叫什么 还有体外症破碎死 其实上 都对于这种 抗瘾药物的 一些 一些调整 其实上 我们要 还是要更加重视 尽管这方面 我们超过文献 没有前瞻性的 但是 我们 自己的 临床实践当中 其实还是 顾虑重重 但是 软件 你经过细致的操作 那这个 还是可以 不用调整 这些肯定药物的 我的体会是这样的 还没有 自己的一些数据出来 不知道其他专家 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看法 好的 谢谢张荣主任 因为张主任 确实 这个EUU 这次 栽药里面 就是对岛外 对这个 信息时的 这个管理 甚至是 这个手术的 病人的生活质量 特别关注 因为我们国内 大多数 因为圣经石 这个小毛病 大家不太关注这个 其实呢 我们圣经石 带着双肩管 手术回去 他的生活质量 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所以这个 这一方面 就是值得我们 学习 好的 感谢张荣主任 因为刚才 王上刚老师 先前就已经 做过了 对 这一环境 陈慧教授的 这个演讲 做了一个重要的 指导 那我们这个环节 基本结束了 再次感谢 徐慧老师 把EUU 这么精彩的内容 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因为这个环节 我们大概 节省了7分钟 9点53 那么主要是因为 这个前面一个环节 我们 进入我们这个板块 时间稍微提前的一点 那么下面一个 隆重请出 我们 经委 节省学组的读长 我们李军教授 我认识李军教授 就是从他 做小二节识开始 在全国各种会议上 那么李军教授 这个今天刚好 把他这么多年 做儿童节识的 这个宝贵的经验 给分享给大家 所以 现在我们欢迎 这个李军教授 他的讲题 就是相同日不同 我们从儿童 甚至是这样中 所学到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徐教授 能听见吗 徐教授 听得见 声音很好 感谢徐教授 同时也感谢 王胜高教授 这次会议 的确是 与以前的会议 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讲的内容 我觉得应该还是 围绕我们 以往的工作 或者是将来的进展 那么在这里 我给大家 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在儿童节时中的 一些心得体会 当然这个 老师初儿童节 实际上大家 一定要千万记住 我还是一个成人 命令外科大夫 我们做了很多儿童节时 时头有大有小 当然这种很大的节时 重量节时 无论如何 精彼甚静 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么对于 一些临界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指南上 认为是 几种方式 都可以选择的 这种节时 我们怎么去处理 那么儿童和成人 到底有没有区别 那么首先 我们还是回顾一下 EAO的指南 两公分 在无论任何一个会议上 这个两公分 好像就被我们 划定为一条 很严格的界线 两公分以上的 这个证据 EAO就是金秘胜 我们再看呢 对于这个儿童节时 很简单 写的呢 就是与成人相同 所以呢 我一直就有这个问题 到底是相同 还是不同 是不是我们把成人呢 直接就把它缩小了 然后呢 就用在孩子身上呢 就可以呢 我们再看看 我们自己的病例 从这个14年 我开始尝试儿童节时的 这个整个的治疗 我说的不是说 我们仅仅做手术 因为在14年之前 其实呢 也在做儿童节时的手术 但那个时候呢 是需要一个这个 标准的儿科医生呢 来为我们做 整个这个孩子的 这个围手术期管理 但是14年以后呢 我们是把整个这个工作 围手术期加手术呢 全部接管到 成人病院外科以后 我们做了565个孩子 当然到现在呢 肯定是更多了 平均年龄 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统计里面呢 是4.3岁 在中国 我们现在发了一些文献 发了一些论文 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呢 在国际上相比呢 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其中呢 婴幼儿 也就是三岁以内的呢 我们占了53% 也就是在这个低龄的孩子里面呢 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小小孩呢 更多 所以呢 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相同还是不同 尤其是对这种很小的孩子 那么我们从14年6月份呢 一共做了181个军闭肾 我想呢 这个军闭肾呢 相对来说 创伤呢 还是偏大的 那么在这里呢 更应该去讨论 它的相同和不同的问题 那么几点 那么在下面呢 就给大家罗列出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 结石的原因 成人结石呢 其实它很多情况下 是外因起主导作用的 但是儿童结石 尤其是低龄儿童呢 它的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代谢 或者说它就是遗传病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这个病你治完了以后 所谓的这个治疗 外科治疗以后呢 它实际上呢 结石还是要再复发的 那么所以这个和成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有些孩子呢 做完手术一年以后 就完全复发了 那么这些底下的片子 有光安酸结石 有原发性高草酸酿 这些病一旦诊断以后呢 那意味着将来这个孩子的 这个终生会跟结石 一直去抗争 而且这些结石呢 复发的会很快 甚至呢 原发性高草酸酸一型呢 有的孩子呢早期 因为这个病呢就夭折了 所以呢这个是和成人 完全不一样的 成人我们很少因为 一个结石病呢 去想到 他这个是不是会出现 一些致命的这种病化症 但是儿童呢就有 第二个呢就是 轻石率和主书部门安全因素 我们到底强调哪个 在成人 尤其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 我们可能更多的强调是轻石率 因为他必须把结石弄干净 然后他才能更好的去回归社会 但是在儿童呢 你过度的强调轻石率的话呢 那会导致这个手术的病化症呢 成倍的增加 因为儿童他手术耐受性很差 所以呢 他的这个轻石率一旦提高的话呢 他的这个病化症率马上就提高了 但是孩子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他不太在乎时间的问题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他这个分期 但是分期以后呢 又出现一个问题 分期反复手术的反复麻醉 对孩子呢 又是一个损伤 所以呢 这个儿童结石呢 做来做去呢 我们倒是总是有点这个 畏首畏尾的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 在轻石和这个手术中安全上面呢 很难去把握一个度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孩子 尤其在精密肾 我更关心的是安全问题 我们相对来说呢 采用最小通道的 我们自己的数据统计 就是用这种4.8F这个通道 精密肾镜的手术的这个孩子 相对来说安全性是最高的 我们得到的数据 所以呢 在儿童来讲 你要是追求一个高安全性的话呢 可能还是应该是尽量缩小 通道的这个直径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不同点 就是体温的问题 我们在成人呢 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书中的体温 但是儿童一个10公斤以内的孩子 很轻易的就会被你的这个高冠重量的手术呢 把体温带走 然后出现很多严重的进化症 甚至出现这个心率下降 血压下降的问题 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做手术呢 我们整个 这个手术室里面对这个体温的认识呢 不是很清楚 那都是好几年前的这个经历了 孩子书中突然的这个心理下降 血压下降 找不着原因 后来才发现呢 实际上是低体温造成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感染和血压 这个感染和血压呢 在成人一说就是严重感染 最后导致低血压 也就是感染性休克 但是在孩子呢 我们术后 我们自己的数据总结 包括这个去这个随访 包括review了国外的这个数据 我们发现呢 实际上呢 儿童术后出现严重感染有 但是出现感染性休克的极少 是因为儿童的血压的维持机制和成人不一样 所以呢 儿童术后出现低血压的不多 但是术后出现高热 而且持续性高热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持续性高热 有的时候甚至导致孩子的惊觉 这个呢就很危险了 所以呢 在儿童 他术后的这个严重的感染的表现呢 和成人呢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引导 在国外的儿童手术里面呢 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这个因素 就是手术中的这个透视的剂量 就是XM的剂量 好在呢我们中国呢 这个不管是软镜手术也好 还是这个经病肾手术也好呢 大家都是采用了这个超声音导 因此呢 我们很好的规避了这个 就是这个X线 对于孩子的这个损伤 当然这个穿刺 有几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平面内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种呢是平面外 对于儿童来讲呢 穿刺的这个技术呢 又不太相同 这个成人呢 他有足够的一个区域呢 来供我们的B超和针呢 穿刺针同时存在 但是在儿童呢 往往由于他这个体积太小 所以他的肋骨下缘 和这个骨盆呢 距离很短 你一个B超探头放上去以后呢 你只能用平面外的这种方法 平面内呢 我们就很少采用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穿刺中的这个超声 我刚才说了平面内和平面外 这个只是说 你针和探头如何去布置 那么在我们的手术中呢 我们又发现呢 实际上儿童 由于他的这个肾脏距离皮肤太近 因此呢 这个成人常规的这个突振探头 反倒是不好用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图是同一个孩子 我用突振探头 和用线振探头 去做的这个超声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线振探头底下呢 它的这个渗党结构 十分的清晰 清晰地比这个成人的突振探头 做成人的突振探头的 这个扫查的时候呢 还要清晰地多 这个也是我在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 这个机会里呢 就发现了 就是在外面作数的时候呢 有一次这个 外地的这个医院 它没有一个突振头 它那个超声呢 只有线振头 我们说开始说呢 将都用吧 凑合用 结果一用发现了 线振头在儿童的身上呢 极其的好用 这个在成人身上 完全不能实现的 因为线振头 只能看到 这个距离皮肤 三四厘米 顶多 顶多三四厘米远 但是这个距离呢 正好又很好的 适合了这个 儿童的这个 手术的探查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血流 这个血流呢 这也是我反复强调的 那么上面这一排呢 是成人的这个血流 下面这一排呢 是儿童的血流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同样的肾脏 我们发现在成人呢 它这个血管的发育程度呢 要成熟的多 然后呢 它这个血管呢 要粗的多 但是在儿童 往往很大的 断疾的血管 在超声底下呢 也不是很粗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穿刺的时候呢 经常说儿童穿刺很少出血 但是实际上呢 你可能已经损伤到了 断疾的血管 也可能会导致 将来的这个肾脏萎缩 但是呢 没有感觉 所以儿童穿刺呢 虽然说出血病化更少 但是大家一定注意精准 不出血 不意味着没有肾脏损伤 在儿童呢 往往肾脏损伤很严重的时候呢 你还是没有发现 另外就是扩张 这个扩张呢 我们很多呢 实际上还是采用这种 筋膜扩张器的方法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呢 球囊扩张呢 速度快 时间短 然后呢 这个相对来说呢 操作也容易一些 但是很不幸 现在呢 没有很好的 这个儿童的这个球囊 来供我们使用 也在这里面呢 也希望呢 将来厂家呢 为我们开发更多的 适合于儿童的 这个精疲肾的球囊 那么国外的文献也发现 这个用球囊的方法呢 比这个 精疲肾的足迹 这个筋膜扩张法呢 要出血要少 然后呢 术后的这个留院时间呢 都要短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激光 这个激光呢 这个 在成人 大家 无一例外的 一边倒的 就是大功率火激光 迅速的把这个节食 给清理掉 但是在儿童呢 我们通过自己的 一个数据的对照 我们发现 实际上在儿童节食 因为它的这个 普遍的CT密度不高 然后呢 这个节食呢 一般比较脆 以二水炒酸钙的为主 当然 假如说光氨酸 咱们另算 所以呢 在儿童实际上 你为了保护它的这个 脆弱的腎脏的 这个粘膜和腎脏的结构呢 用 通过我们的研究 用大功率火激光的 低功率模式 或者说用小功率火激光 同样能达到 很好的碎尸效果 所以呢 在儿童呢 我们更应该 控制这个激光的 输中能量 这个呢 是我们在这个 18年这个 耶优的一个会议发言 耶优的会上发言的 一个总结 就是在儿童 实际上呢 超微通道经贸腎静 第一 可以达到 和这个软径的 同样的效果 但是超微通道经贸腎静 在儿童反而有它的 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的首次数 明显减少 我们要做软径的话呢 儿童必须 做室内管理预扩张 因此呢 平均是2.4次 2.7次手术 完成一个孩子的结实 但是我们用 精疲肾静的方法呢 反倒是1.4次 就可以完成 一个孩子的结实 甚至现在我们 术后 假如术中轻食 比较好的话呢 术后不留置双猪尾呢 甚至可以达到 不拔双猪尾 完全一次手术呢 去清理一个孩子的结实 这样的话呢 大大的减少了 手术次数来减少了 因为这个反复麻醉呢 造成了孩子的损伤 所以这点呢 也是跟成人不一样的 成人呢 一个肾脏内的 一个小结石呢 假如说出现病发症 需要手术的话呢 我们大多到 宁可去选择这个软径 但是孩子呢 现在我们的观念 在发生变化 其实我们宁可选择 这个小通道的 或者是微通道的 或者是真实的 精疲伤症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呢 就是用正确的方法 去对待正确的病人 这才是我们大夫 要我们医生 去治病的一个初衷 或者是一个目标 那么通过我们 这500多个孩子的 一个综合的观察 加上这个 国外的文献的一个复习 我们发现呢 实际上儿童手术 和常人手术的差异 是很大的 儿童绝对不是 一个小的大人 绝对不能把大人的工具呢 缩小以后呢 再去用于儿童的治疗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 不光是儿童结石 我们包括常人的结石 我相信呢 将来也会通过我们 更多的工作总结 去加以细分 然后让这个结石治疗呢 更加精准 更加适合病人 更加高效 更加安全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你跟教授 这个儿童结石 他们经验 其实确实相当丰富 因为我本人 做儿童结石 所以说他这个 所讲的东西 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 非常新鲜的这个经验 下次感谢你 那么下面有请 我们这个讨论嘉宾 那么赵恩阳教授 在不在 在 赵主任 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尊敬的西行 西行李教授 尊敬的邵刚教授 还有尊敬的李军教授 徐伟伟教授 各位同道 大家尚务好 实际上呢 我们呢 接触的还是 成人结石比较多 成人结石呢 基本上 成人没接触过 我就感觉就是 真是一个小孩子 小患者放在面前呢 真是无从下手的感觉 所以呢 每次呢 听着李军组长的报告呢 我都感觉能学到呢 真是很多的支持点 因为在国内呢 应该是李军组长 还有包括 我感觉就是包括徐伟伟 组长 还有文起教授呢 包括新疆的从道呢 可能对治疗儿童解释呢 可能更多一些 更有经验一些 像李军组长呢 这次呢 从各方面呢 介绍了呢 儿童解释 和与成人解释的治疗呢 实际上说 它的总统差异 就像刚才李军组长 说的一样 就是儿童解释呢 不能给它简单的 变成一个 缩小版的成人解释 来治疗 之前呢 我也查过一些 违线 查过一些 报告 大多数呢 都认为对于 儿童解释的治疗呢 都是等同于 成人解释的治疗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最主要呢 就是可能呢 像李军组长 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我们呢 儿童呢 更加脆弱 我们呢 无论在为手织期 和手织期呢 都需要关注的 方方面面呢 又比成人解释更多 更加复杂 所以最主要呢 除了治疗呢 对于 儿童解释呢 最主要是从 定音 定音学 来诊断 因为我也看过 像李军组长 这么一些文章 好多呢 都是 认为呢 儿童解释呢 大多数是一种 单激引的疾病 包括许华教授呢 也是对这方面呢 做出了很多工作 所以呢 儿童解释的治疗呢 不光像 对成人一样 一个治疗问题 最主要呢 他还有一个 病因的寻找 还有呢 解释复华的预防 这呢 都给我们一些 很多启示 总之呢 反正李军组长呢 带给我们的真实 对于我们这样 治疗成人解释的 基础比较多呢 真是每一个 都是指示点 谢谢 谢谢李军组长 谢谢大家 西教授 你话筒没开 谢谢我们赵阳教授的 这个精彩点 下个请我们 那个雪花老师 陈雪花老师 带两战呢 好 今天 对 我们李军组长 帅哥 你这个精彩演讲 你有什么看法 很好的学习了一下 说实话 每次听李军教授的 这个讲课啊 都是非常有感触 或议或是 我还是结果 我的工作的情况呢 我还是想交流一下 就是因为之前呢 包括李军教授 还有文文教授 我们都交流过 这个儿童节时的 一些相关的病因的分析 那他们那边呢 说实话 基因检测做的 也非常的棒 然后之前呢 文文英教授的 相关的这一块的特件呢 我也听过不止一次 我结合就是说 我们临床上面 有个什么特殊的 一个情况呢 这也是我最近在统计 我们这些 所有节时的病人的 一个节时分析的 所有资料 包括还有我们 几千例这个 代谢评估病人资料 然后我关注了一下 这种儿童节时 尤其现在二胎翻开以后呢 有一些小孩呢 他这个儿童节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关注到一点 就是发现 它的这个 二水草酸钙的 这个成分 这样的比例 还是比较高的 我是说 从主要的 个成品上面去分享 当然了 就是大多数 实际上都是 混合性结石 因为我结合了 16年 EAU在那次会议上面呢 有一位外国的一个教授 他就说 他们那边 统计分析 他就发现 二水草酸钙结石的病因呢 更多的是 高钙尿症 一水草酸钙结石的病人呢 他的病因更倾向于 高草酸尿症 所以我就想 跟女精教授 汇报 并且呢 想讨教一下 您那儿有没有 统计过这方面的资料 然后您对 这一块的一个分析呢 就是有没有一个 受想 或者我们后面呢 也可以把这块大数据 就是各个中心的 各个学组中心的 把它给统计一下 我觉得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呢 还是一句话 就是向领导 第一个汇报 然后呢 向领导讨教一下 李静教授 感谢雪花教授 的确是一个 很好的提议 因为儿童节生的 的确病例量不多 所以我觉得应该 更能够深入的 把每一个病例的 所有的资料的去坐实 很抱歉 这个在之前呢 我们 可能对于这个 临床标本的收集呢 不是够重视 但是从 19年开始呢 我们 这个在我们医院的 这个方法学平台的 帮助下呢 这个建立了标本库 而且呢 我们自己 我先说一下 我们自己的工作啊 然后 我们这个 也是通过了 这个伦理的 这个审查 然后 从19年开始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的 这个争取 把他的这个 从尿 变 然后到 加细的这个血 然后呢 到那个结石成分 全部都留下来 有的可能 我们现在能够有 有力量去做 比如说我们每个孩子 现在呢 都全去做 他的这个 加细的 全外星测序 但是呢 我想把标本留好以后呢 将来可能会 为我们能够提供 更多的这个 检测的这种 途径的这种 可能性 当然这个 刚才许花教授说了 其实全国除我们以外 也有很多大的 这个儿童结石的中心 假如大家都能 最后统一 建立这个 多中心的这种标本库以后呢 我想可能为这个 中国结石 至少是中国儿童结石的 这个基础研究 尤其是病医学的研究 遗传学的研究呢 能够提供 更多更好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平台 谢谢许花教授 谢谢李军教授 希望在您的领导下 我们把这一块工作 切实地做起来 建议我们自己的 有特色的 这样的一个结石 并且尤其是儿童结石的 一个病医学分析的 相关的一个数据 谢谢 李华老师 他的这个 独特的视角 因为其实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最近在也碰到的 这个成人呢 就是连续三历的 这个 在很多地方 整得我 随之海绵胜 这个广泛的 这个实质概化 其实我们做软禁以后呢 把它结石 做化业 它并不是一种 磷酸钙结石 那么我们做了 那个代谢评估 加血气分析 加一系列的 这个代谢评估 并没有 这个随之海绵胜 或者剩下管 三柱重组的诊断 所以对这种病人呢 我们还是很 老上 整脑上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从他的家庭来看呢 也没发现 有这种明显的 遗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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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死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对这类结石的治疗 和诊断是润中而道然 谢谢陈兴华老师 那么下一个请那个陈刚教授 陈刚教授 在吗 陈刚教授 陈刚教授 对对对 请你 请你 做 对我们理论组长的 这个 讲课 刚刚听到李教授的 精彩的演讲 那么我们都是做 成人结石的 那么对 儿童结石 刚刚听到李教授的 总结的工作 他从这个 恒因呢 清除力安全性呢 还有体温感染 以及手术当中一些 一些技巧啊 等等方面 我们做了一个 很好的报告 那么我们也得到 一些启示啊 那么这里 我有两个问题 请教李教授啊 第一个问题 刚刚李教授提到了 这个有关说 这个感染的情况 那么承认我们知道 我们最担心的 其实也就是 做结石最担心的 就是感染 最怕就是 发展为这种 浓度败血症 或者说感染休克 有血压的变化 那么刚刚李教授提到了 在儿童 不容易出现这种 血压的变化 那么这里 刚刚李教授 一带就过去了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不容易 出现血压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虽然说 没有做这个 我们经常会遇到什么 遇到这种 稍微好像比较年轻的 结石病人 比如说十八九岁的 现在我的传染 就有个十九岁的 那么他是一个大学生 他其实我们中国 这个CTU和这个 静脉噪音 看起来就是一个 UPGO 就是一个生育连接 不需要往年进步的 一个狭窄 然后导致了 肾脏很多的结石 我在想 这种病人 因为他之前 也没到医院看过 他小的时候 经济条件不好 那么他之前 是不是就是一个 儿童的人 不许他以前到 要发病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 儿童结石 那么这种情况 他这个病程的延续 会不会就是一个 从儿童结石 现在到成人 之前他没有到医院看 那么这种情况 刚刚你提到的 那么这些 我们比如说病人学方面 我们有没有什么 结件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把结石取消 它会不会又再长结石 或者说我们这个 这个UPGO 我们改向了之后 会不会还有代谢的问题 谢谢李宁教授 谢谢 谢谢陈教授 第一个问题 这个其实做儿童 其实做的 我们现在就有点像 半个儿科大夫 这个儿童的血压控制 尤其是地龄儿童的血压控制 它主要是靠心率 所以我们书中刚才说了 实际上这个低体温以后 导致的这个心率下降 是第一位 然后心率以后的下降 是血压下降 所以其实这个和这个 我们所谓儿童的这个休克 或者是不是叫休克 是严重感染 其实是一个道理 就是你只要不影响 它是心率 那基本上 它的血压控制是很好的 所以书中 我们儿童 尤其是这个 婴幼儿书中 我们书中的心率 要控制在100到150次之间 这个数字在成人呢 几乎你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但是假如说 儿童数中 一旦出现心率到了 八九十 七八十 甚至五六十 这就很危险 很危险 但这个成人呢 数中四五十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儿童和成人 你从他的生理机制 和这个麻醉 差异也是很大的 这个可能我刚才 没有去细提 所以呢 成人的这个休克 主要它的机制是 外周循环开放 所以呢 这个 根本身心卷呢 经常它导致 外周循环 完全开放以后的 这个休克 也就是它的血容量 并没有下降 但是实际上是 它的容积上升了 这个是成人休克的机制 而儿童呢 你只要是 对它的这个心率 不影响 就是说它的心率 上去了 没有下去 那你都不用担心 它的血压问题 我们术后 这个儿童在这个 复苏的过程中 心率经常到200多 200多次 我现在心理已经足够强大了 看着孩子在苏醒的光中 心里一直在200多次的跳 我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在成人 要是200多次的跳 你估计这个成人 也要快出事了 所以这个是生理的差异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你刚才说的 我没太听明白 就是你那是UPGO在先 还是结识以后导致的UPGO 是这个病人来 他也比较年轻 18、9岁 然后我们检查起来 就是有UPGO 但是有肾脏也很多结识 那么我就想说 这个情况 会不会在儿童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症状 不会在儿童的时候 就是有儿童结识 怎么样 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 现在我们定义 儿童结识 就是我定义儿童结识 应该是考虑到 没有解剖机型的 这个研发性的结识 我们现在五六百个孩子 其实全是这样的 我这里五六百个孩子里面 没有这个UPGO 或者说是避断狭窄的一个问题 假如这种问题 那我们解决解剖的问题 我们不用关心 他代谢的异常 而我说的这种儿童结识 实际上你去最终追踪 他的基因检测 他都会有一些的基因的异常 这种孩子 我们才能严格的定义为 儿童期的结识 好 谢谢李教授 好 徐教授 我打断一下 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李教授 你刚刚在谈机关碎石的时候 你有没有尝试过 用丢机关来进行碎石 感谢徐教授 我觉得第一 目前所谓 Tulin Fiber这个技术 在国内还没有 所以我完全没有任何经验 只是去年 我们请了一些国外的专家 去有交流 但是我在这里 可以跟大家预报一下 我跟徐教授预报一下 我们在今天这个international session里边 我们的第一个讲者 也就是这个WCE的这个今年的co-president Dr. Zam 他给我们要带来的整个讲题 就是丢光线技术 所以我希望大家坚持到Dr. Zam那个环节 然后这个我们也到时候聆听一下大师对丢机关 因为他们已经用了 李教授 我最近我就在试用这个这个瑞科恩出的那个丢机关碎石 我可以跟你说效果非常好 我现在最近这个能量调到0.3 0.4 然后呢频率可以50 70 这个接触移动度一方面很安静 还是那个瑞科恩他这个这个这个原来就很安静 第二方面的话呢 这个粉末化效果很好 所以我想他用于这个小孩子的碎石 以后我们再下次再去新疆 Kars那个线磨的时候 我们看看他们能不能支持一下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他 NNN过去为那个小孩子做做手术 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一个器械 还有呢就这方面我觉得也也想借助这个轻微这个平台啊 待会我们选几个中心 然后看看能不能做点多中心的临床研究 看看我们自己国产的这种丢机关碎石 这个是不是能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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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那么好的效果 好吧我就提这一点 好谢谢 好感谢徐教授啊 徐教授无愧于这个国内这个结石领域的这个大家 结石领域的领导 这个很多这个新技术 新的这个前沿的这个内容呢 都是在我们这个中大这边去最终实现 或者说是适用的 也是感谢徐教授呢 在18年开始呢 这个领导学组呢 在新疆呢 为新疆儿童结石呢 做了很多的贡献 今年因为疫情我们没去 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跟 也是跟学组汇报一下在徐教授领导的这个南疆 也非常感谢我们徐卫卫老师呢 这个一个新的讲法 非常好 徐教授 这个李军主席 徐教授 喂 请徐教授 哎 梁梁 文奇 我 我看这节讨论还有一点时间哈 我再有一个问题再问一下这个李教授 好的 满好满好 欢迎欢迎 文奇 刚才李教授说了一个小孩 他这个 哎 网络 我说这个 我比较成立的一个基础训练是行动的 为什么 什么 文奇 文奇 能听到吗 现在行了 现在好一点 你重说一遍 重说一遍 我们大家谁也没听见 对 我现在说哈 如果听不到随时 好好 你刚才 因为刚才你那个 我没太听明白哈 就是你说小朋友那个心率 你是有意的把它加快呢 还是 不是 我觉得小朋友的心率呢 比我们成人本身就快一点 这是很正常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 这个心率还是根据他基础心率来的 那你比如说基础心率就是八十 那你术中 如果你肯定是没有必要的把它心率是加快的 是不是 因为我刚才没太听明白你这个 对 文奇 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这其实应该找一个儿科麻醉医生来给你去解释了 这个吴教授无论如何这个观察还是很仔细 我刚才指的是三岁以内的婴儿 尤其是一岁以内的这个小的这个婴儿 一般来说呢 一岁以内的孩子我们术中的这个安全心率应该在一百次以上 这个 怎么说呢 这是我们院他们麻醉他们的一个控制 因为我们院的麻醉对于儿童麻醉呢 有很多的经验 因为我们不光是儿童节食 儿童肝抑制也是我们最大的中心 这个我们术中 就是节食手术术中 因为这个 其实它这个这个 肝痛刺激比较低 所以呢 我们儿童节食的这个树中麻醉呢 一般来说他们不是会做得很深 也就是说他这个心率的抑制呢 不会很厉害 因此呢 这个儿童的树中的麻醉呢 它在比较浅的一个情况下呢 一般来说 我不是说的是这种学龄 或者是学龄后的这种儿童 我们就是指这个婴幼儿 这个这种年龄 真正很小的孩子 一般来说 我个人认为安全的心率 还是在一百次左右 甚至到了一百一一百二 我们也没有刻意地 把它这个心率调高 就是它实际上 在树中一个稳定的 一个浅白醉的情况下 在这个 它表现的心率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我的问题怎么样 对对我觉得还是根据这个 它本身的基础心率嘛 这是上儿童的这个节食 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手术上 挑战性并不大 为什么它病犯症低呢 低而从这个 从做经费肾的角度来说 它穿色 比我们成人 我觉得还好做 另外它肾的活动都大 还有它的节食都比较小 所以手术时间呢 也相对比较短 那我们出现这种 特别感染的病犯症 我觉得几乎没有 出血的病犯症 应该也是很少的 我们好像也没有碰到过 这个任何一个介入的 因为它血管韧性 相对来说 我觉得比成人可能还好一点 活动度也大一点 节食又小 所以你撬动那种也小 所以不管是出血感染的病患 我觉得都比我们成人要小 其实大家可能最担心的 儿童的这种手术的话 是麻醉 包括各个医院的这种 我们现在这两年 我们儿童的这个 特别就是婴儿的 这种小孩的 其实是少的话 我们年轻的大夫 做这种小孩的麻醉 有时候他就担心了 但是我们以前的 这种有经验的 他觉得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儿童节食的 可能麻醉方面 可能更 就是说 围手术期 除了我们手术之外的 就是护理啊 麻醉啊 这方面可能更重要 好的好的 谢谢温喜教授啊 我们这个环节时间 控制得非常好 7点20 10点29 那么再一次感谢 我们徐卫老师 和李珍教授的 这个精彩的报告 感谢我们六位 这个CEO清风节食学组 那个伟然的 这个精彩的点评 本来最后呢 还有王上庄老师呢 做这个环节点评的总结 因为他在另外一个会场 正在主持 所以他 我刚才给他打个电话了 他也非常感谢 这个李珍组长的邀请 让他那个 这个参加我们这个学术活动 好了 那我们这一 第一篇啊 我们就开始结束了 那有请下一节的主持 何昭辉教授 何昭辉教授在吗 何昭辉教授在吗 何昭辉教授在不在 请您请您请您 下去交给你了 感谢感谢 我觉得你很寂寞 你看我们都饿了 请您 对对对一样的一样的 是是是 我们要感谢我们 徐可畏院长 跟我们组织了一个 在我们广州组织的一个 峰会上 把我们广东的 亲吻的兄弟们 都叫到了一起 我们这个 所以我们会场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请您 为我们开始了 请您 这个 这个首先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 亲吻的领导 这么快就组织了 这么一个好的 这个会议 内容可以说 非常的丰富 好了 我们本节呢 也是这个 邀请到我们国内 这个 两位非常年轻的 知名的这个 专家跟我们做报告 另外我们有请到了 我们高雅峰教授 我看高教授 已经上线了 高教授 高教授 你好你好 等会我们讲完了以后 就请您跟我们 做个点评 高教授 好好好 我一定按照 各位领导指示办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高教授 我们下面就有请 广州一个大学 附属历医院 无问题教授 给我们做报告 他的报告的题目是 尿流感染的整治 在批证院 维持持续重的 作用和意义 大家掌声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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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点开 这个是一张 对对对 不用共享 必须有 不要的 要先前屏以后才能共享 这张 尊敬的 赵慧教授 还有我们的 点评专家 我们的老大哥 小怖教授 我们在线上 线下的 各位同事 大家上午好 我们首先非常感谢这个可卫教授和李晋教授 包括我们这个杰施清伟 在这个叶教授和这个环长的这个指导下 那也举办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杰施清伟的 杰施的这种年会的这个宣传会议 那我给大家汇报的是 金平胜维手术期尿路感染的意义 像我们刚才也在讨论 包括这个动不了 可以可以 包括刚才这个可卫教授 在汇报这个EUA的这个新进展的时候 也提到了 像我们说这个节食的话 我们不管是金平胜啊 包括我们的各种手术来说 我们这疏后的一个感染 是我们过不去这个坎 那我们这个感染主要是说 像我们现在出去 我们可能就并不是很担心 但是每次说到这个金平胜的手术 我们最担心的还是术后一个感染的病发症 那感染的病发症呢 我们可能最主要一个就是说 我们怎么能预防它 或者说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治疗它 当然我们肯定希望就是说最好的能预防它 或者说更好的预测它 那对于预测这个术后的感染的话 那对于我们术前的尿路感染 那是我们过不去的 那我们目前怎么来判断 金平胜术后可能会出现那种感染的病发症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术前有没有这个尿路感染 或者维手术期有没有存在这个尿路感染 那我们对于术前目前有没有尿路感染 我们金标准包括我们的指南 我们对新的CO指南也快出来了 那还是认为是以这个旁观中的尿 作为这个诊断术前感染的这个指标 那同时呢可能在我们临床实验中 大家也注意到这个尿里面的白细胞 药下酸盐 剩余尿培养 包括我们结石 就是术后取到这个结石的 这个标本的续锦培养 都是我们预测这个有没有尿路感染 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 就是关于静聘术后 哪些因素和这个术后的感染相关呢 那我们的单因素分析呢 我们发现了感染性结石 感染女性 还有这个手术时间 一个手术时间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尿里面这个指标 白细胞 亚酸盐 尿培养 还有这个结石标本的一个培养 那如果是阳性的 那都是我们的一个危险因素 那我们进一步做这个多因素分析呢 那就把女性感染结石通道 还有这个手术时间都去掉了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是可控的 虽然我们认为女性 这个也是证明哈 就是说女性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那种独立危险因素 那另外手术时间和这个通道 我们都实际上是可控的 那另外呢这个感染结石上 我们现在的好多后面会讲到 不管是感染结石还是带性结石 我们里面细菌的这种培养阳性率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多因素里面 我们注意到这个尿的这个尿路感染 是真正我们对这个术后的感染危险因素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单纯的尿常规 就是白细胞和亚酸盐 我们都可以来判断 就术后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感染 就说即使我们尿培养是阴性的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尿常规 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尿常规是阳性的同时 我们要也可以预测这个尿培养 甚至结石培养都可能是阳性的 那我们知道尿培养和结石培养 如果是阳性我们术后更容易发生感染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重术前的一个尿常规 观察这个尿常规的指标 那我们实际上进一步的来观察这个尿漏感染 那如果说尿漏感染 随着尿漏感染的加重 或者说这个我们观察的指标 它越来越尿漏感染越严重的话 那术后发生感染的风险肯定是要高的 那我们比如说这个白细胞和亚酸盐 都是阴性的 那我们术后出现这个 我们所谓的术后感染指标 比如发热或者全身炎症反应 冬化症或者冬肚血症 这个比例都是非常低的 但是如果白细胞和亚酸盐 都是阳性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术后出现冬肚血症的 都是非常高 可以达到10% 那同时这个细菌培养 那细菌培养是我们的金标准 那如果我们的尿培养 或者结石培养是阳性的 那我们术后同样这个 出现发热或者出现瑟瑟 或者出现这个冬肚血症的 这个几率或者比例 都是成这个几何性增长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重 为什么我们要注重这个尿路感染 那对于我们术前 精品术前怎么来使用这个抗氧素 那实际上这个 到底是预防性使用抗氧素 还是治疗性使用抗氧素 目前还是根据尿培养 来作为这个依据 尿培养是作为抗氧素使用依据的 那因为指南是建议 如果我们术前这个尿培养是阴性的 单一培防性使用抗氧素 就是足够的 那大家肯定是怀疑这个 那上次跟这个毕建宾老师 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毕老师就说 如果是陆小性结石 那他们基本上 还是用这个三天的抗氧素 就即使尿培养是阴性的 甚至尿肠胧 也是阴性的情况下 也要用三天的抗氧素 那因为指南这样建议是有没有意义 就是一次用抗氧素够还是不够 那上我们看这个大部分国外来说 基本上还是用到了数前 就是说一次使用这个抗氧素的 但是术后用多长时间 整体来说 我们从九龙年 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 精疲症开始开展 到18年 还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准 大家还是说指南是指南 自己用还是自己在用 那预防性使用抗氧素 这个到底单剂量多剂量 实际上在国内 在国外也是在探讨的 那我们自己在培养 这是我们刚发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数据 我们看如果尿培养是阴性的 尿常规是阳性的 就白细胞和约三是阳性的 这情况下 确实它术后发生这个感染的几率 比如说发热 或者这个浓度血症的几率是增高的 那如果说尿常规是阳性 那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用抗氧素有没有意义呢 那我们看 如果说尿培养阴性 尿常规阳性 那我们术前使用抗氧素 我们发现 它并没有降低这个 术后发生这个感染的几率 而且用的抗氧素时间越长 这个术后发生感染的几率是越高的 那至少通过我们的结果显示 就术前如果尿培养是阴性的 你术前用抗氧素是没有意义的 并不会降低术后感染 发生的一个风险 那会不会同时也有其他问题存在呢 就是说尿培养是阴性的 那么有其他的高危危险因素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这个CV感染学组 在17年提升共识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就是说如果存在一些 比如说有积水啊 或者节食负荷比较大 或者是有糖尿病啊 其他这种可能会导致术后 发热的一个危险因素 感染的因素 那我们可能还要使用抗氧素 这是大家要关注的 那除此之外 我们的抗氧素到底怎么来选择 大概从18年开始 EV指南就没有推荐 这个抗氧素的种类了 那我们之前也在讨论 说我们国内和国外 我们这个抗氧素 种类是不是可以 按照EV的指南来用 但他现在不推荐 推荐的是让我们了解 各地的这种抗氧素 那包括这次EV的 这个poster里面 他也做了一个医生的一个调查 那欧洲呢整体来看 他们还是考虑到各个医院 各地方的这个抗氧素种类了 那我们做这个调查呢 目前还显示 我们国内好像 比如说这个单个医院 那种抗氧素的种类 可能整个地区 这种抗氧素种类 要敏感性 可能我们还有没有 这方面的这个共识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我们有没有 就说注重这种细菌的菌谱 或者药米有没有意义 我们看这是美国单中心的这种 它明显是跟我们目前 国内的抗氧素是不一样的 它是以格兰式阳性菌为主 那poster菌菌是它最常见的 但这个是美国性的代表的 大家去查文献 美国还是主要是 以这个poster菌最常见的 在欧洲 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 EV post 我也查了一下 欧洲的目前的报道 跟我们国内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主要是 以大蚧热菌是为主的 我们国内的报道 不单身是我们医院 其他的目前文献 结识病人合并的 还是主要以这个大残忍菌是为主的 欧洲也基本是往大残忍菌在转变 那美国呢 还是以这个葡萄菌在这个为主 而且我们国内的 结识患者的这种细菌的话 是成了一个多重耐药的 所以这个我们临床上 为什么说大家担心受过感染 因为受过感染之后 好的药是没有的用 那如果尿病是阳性 我们到底该用多长时间的抗热素 因为指南是建议是7天以上的 以前是建议7天以上 好像最近是把它去掉了 那到底用多长时间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研究 那我们发现 第一你肯定要用敏感的抗热素 我们看用了敏感的抗热素 是很明显可以降低 这个术后的一个发热的 而且呢用的时间就长 这个术后发热的几率越低 所以根据我们的研究 还是建议用7天以上的抗热素 可以减少术后的一个发热 那最后呢 再提一下这个节食培养 那我们 我们这里是没有做这个 剩余尿的培养 因为根据其他研究 大家认为 如果做剩余尿的培养 甚至这个 可能不如节食里面这个培养 就是说续菌的这个 养性率更高 就更准确 那目前国外的文献 包括一位指南 也是建议 就是术前的尿培养阴性 即使术后用了预防抗热素 它有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就考虑了节食本身的 里面的续菌 所以建议 如果有条件 我们可以做 节食的这种续菌配养 可以有助于 我们术后使用这个 更好的使用抗热素 做节食培养 有没有意义 这也是同样是 我们自己的这个数据 我们看节食里面的细菌 原样要比这个 膀胱中药里面的 这个节食的细菌的 这个菌谱更复杂 同时呢 就是说节食是非感生节食 那我们看 节食非感生节食 它同样 这个节食里面 相当一部分也会是这个 细菌是阳性的 这就是提示我们 我们不要认为 它是个草层外 就蹦蹦蹦 做几个小时 随便冲水 随便这样的 我们也要注意 因为即使是代谢性结食 它这个结食里面 也有细菌 它也会导致 如果大于20% 就不适合经验营药了 所以我们看 节食里面的 这个细菌的 这个耐药性 也是非常高的 和我们前面 调掉那个 膀胱中的尿 是差不多的 而且通过我们研究呢 也证实 节食细菌培养的 第一它是 我们在术后 发生感染的一个危险因素 那另外呢 如果我们 即使这个尿培养 和量的上位 都是阴性的情况下 那我们节食培养阳性 同样也会导致 术后这个感染的 所以这是我们 我们一定要注意节食 即使我们不做节食细菌培养 我们也要注意 越复杂的节食 节食越大 细菌负荷会越大 那如果我们术后 使用抗生素 和我们节食的药敏 是一致的 也可以降低 术后这个感染的发生 那就提示我们 我们可以做节食培养 根据节食培养来用药 那最后一点就 一个更复杂的 就是我们在临床 因为我们节食病人 好多是拖拖拖 或者自己用抗生素 很复杂的病人 那好多合并 那种真菌性的 那我们就发现 真菌性 密钥系感染呢 它这个第一 耐药性也是比较强的 因为我们本身有 几种抗菌药 抗真菌药可以用 那耐药性也比较高 那另外呢 有时候这个节食 合并这个真菌性的话 它同时也会合并 这个细菌感染 那就给我们临床 到床的这个治疗的一个困难 而且同时这部分病人 确实是比较复杂 这个合并真菌 感染的结食患者 有这个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或者留了尿管 道路管 深道路管之类的 那另外呢 做个手术 或者是合并其他 所以相对其他 一般的这种 结食患者更复杂 对我们临床造成 就更大的困难 那另外到底 怎么来使用 这个抗菌药物呢 我们自己的话 实际上使用 严格来说 也没有按照这个药米来用 有的患者 即使培养真菌感染呢 也没有用这个 抗真菌药 那我们这个80例呢 就单纯这个真菌性感染的 我们有 术前是有 发热又差不多 超过50% 只用了抗生素 没有用抗真菌药 那术后有发热 有差不多 43.5% 使用了抗真菌药 和抗真菌药的话 这个发热率是低一点 那是不是就是 这种情况下 联合使用 抗生素更好呢 因为这部分病人 是没有这个合并尿路感染的 但是我们回过来 看这个合并尿路感染的患者 单纯使用抗生素 没有使用真菌的 这也有80%多的这个发热 所以这部分病人 到底怎么来用抗生素 这还是我们术后 以后还要再进一步 观察这部分病人 可能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支持的 而且这部分病人 我们即使做了手术之后 这个 膀胱中的尿 或者这种真菌的 这个细菌 或者真菌的培养 转阴 确实是相当一部分病例 是转阴了 那提示我们这部分病人 也要把这个结石给它 取干净 整体来看呢 我们还重视这个 精菌数前数后一个尿路感染 那特别是对 我们要注重这个尿培养 数天的尿培养 还有数后这个结石培养 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那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这时候我们临床 可能大家 遇到的一个问题 或者关注的问题 尿培养阴性 尿肠微氧性 我们要不要用抗氧素 到底怎么用 是不是像这个 EUA指南说的 我们就用一次就够了 但是我们注意 EUA指南 没有给我们指出来 这个尿程规阳性 尿培养阴性 到底怎么用药 这是我们相信大家 在临床可能都会面临的 那另外呢 针对尿培养阳性的 我们用多长时间的抗氧素 我们看我们其实用七天 有一部分人也没有转阴 那我们还需要不要再需要 使用更长时间的抗氧素 那还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面临就是说 如果我们强调 结石续菌培养 那结石续菌培养 我们现在也是用 跟尿培养是 尿培养方法是一样的 也基本需要三到五天 那这个怎么能更好的 直到我们临床来使用抗氧素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我的汇报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文吉教授 这个信息量非常的大 这样我们先请我们三位 讨论专家讨论一下 我们再请高雄文教授 跟我们做一个 高教授 高教授 你好你好 我看您这个本来说想 我们先讨论完也 这样您做总结的 看您当时您的这个 清头像印在屏幕上以后 我们就首先请您 跟我们做个总结吧 你们先讨论吗 好那我们先讨论 余教授 听得到吗 余悦教授吗 余悦教授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余悦文教授没上线吗 这是余悦室 这个 好的余悦室你好 你好你好 我就先这个叫搬门弄斧 先讲两句 这个是这样的 感谢这个 德教授和高教授 也感谢 吴教授的精彩演讲 我觉得 作为这个禁闭肾来说 为手术期的这个感染 这个是一个应该 警钟长鸣的事情 我们这边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话 现在有一个新院区 相胡院区开了 然后密尤外科的话 从以前的150张床 现在变成了250张床位 那么从5月18号开科 我们在相胡大概一个治疗组完成了 300多台手术 那么 吴文喜教授 最后的那些问题里面 我觉得 有一些东西 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 同样的问题存在的 比方说 刚刚讨论的这个尿培养的问题 我们这边相对来说 传位周转比较快 所以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病人 我们只依靠这个血肠规跟尿肠规 包括血沉 这些比较快速的检查 去简单判断一下 它这个感染性的相关危险因素 绝大多数的病人 都是没有做药培养的 但是 对于这个设备跟技术的进步的话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筋疲肾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使用一个叫控压壳 也就是大家都看过的 这个带一个Y形的负压吸引的这种壳 这个壳可以明显地减低这个肾内压力 另外的话 像我们这种用火机关碎石的单位 它这个大的流量灌注的情况下 对于火机关的降温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一般常规使用这个东西 但是尴尬的一点 自从搬了新院去之后 原来风平浪静的这种筋疲肾经手术 也出现过几例 进ICU跟浓读血症的情况 后来反思了一下 除了一些制度性的因素 其实一些很小的细节都会影响这种安全性的因素 比方说有一段时间 它这个负压吸引壳的中转频段或 那么我们直接用吸引管连接的话 那个吸引管很容易堵塞 我记得徐克卫教授说过 就是它这个不管是什么控压的技术 它实际上反应不如 就是不会很快的反应 在你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可能反应是会延迟的 这段时间肾内压是会偏高的 另外的话 我们这边有个很尴尬的东西 就是老水泵跟新水泵 它这个压力的 显示的压力是一样的 比方说都是280毫米水素 那么实际上它真正达到了压力 不一样 我最后测了一下 这个老水泵它调到280的时候 实际上真正的压力值大概只有250 另外的话我也咨询了一下厂家 作为工业元件来说压力感受器 它有大概5%的误差 另外大家如果仔细观察过这个灌注棒的话 它这个灌注棒在调压力的时候 压力到达的时候 它本身压力的浮动也会有个3%到5% 我算了一下可能这个压力的梦 压师我答应您一下啊 因为这个我们后面还有两位讨论专家 还有我们高老师要总结 这个我们这个有实验原因 您这个请您严谨一概的这个我们总结一下 或者谈谈您的观念 我是觉得不管是这个手术的素材怎么进步吧 还是我觉得这个吴教授 幻灯片里面提到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应该这样去做 那么能不能在一些简单的情况下 去预测这种感染性的威胁 我觉得如果以后有做更新的实验的话 我觉得您还是很乐意参与 我的发言就这样去做 好的 不好意思啊 答答您的这个讲话 下面我们请李松桑教授 李教授 你好 您好 你好 这个请您 您请您谈谈 听得到 听得到 非常感谢胡文奇教授带来的一个精彩演讲 感觉从中这个收获非常大 我自己对其中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也是胡文奇教授 最近发的一篇 就自己的研究结果 也发了论文 然后就说对于一些尿常规阴性 尿常规阳性 但是这个尿培养阴性的一部分 病人的话 做精明神经 术前可以就是用单剂量的抗热度 进行预防 提到这么一个观点 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们病人可能这样用的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通过 胡文奇教授这个研究的话 可能以后有些 确实我们觉得这个尿路感染 比较轻 有可能细菌培养 真的是阴性的话 这种病人也可能会这样去尝试 但是自己有一点疑问 就是我们有些病人 这个尿常规 可能抱的有白细胞数 是阳性 尿培养反复做都是阴性 我们甚至有一个病人 反复做了六次 六次一个尿培养都是阴性 但是这个病人 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尿路感染 应该是有细菌感染 是一个路脚用结石 病人之前有发烧病史 所以对于这部分病人 然后这种术前的话 这种单次运用抗容素 进行预防的话 我们总觉得这个 是不是不够不安全 所以这个问题也想 请教一下胡文奇教授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结石培养这一块 我们做的也非常少 但是结石培养这个 有一些疑问特别感兴趣 就是这个结石培养 预测这种精疲神经术后 严重感染 包括尿元性浓冻血症 这个是不是比这个 这个尿培养会更好 因为确实有一些研究已经 有一些研究的话 已经在提示上面 就是说这种结石培养 能预测这种术后 严重的感染 那尿冻血症这种 预感的这种敏感性 还是挺高 所以就想也问一下 胡文奇教授 比如送结石培养 这个时间上是咋控制的 比如我们做完手术 是多长时间内 就把这个结石标本 送到这个检案科去送检了 是不是时间短期内 送过去的话 这个敏感性会更高 再一个就是 既然结石培养 对我们这个术后 有可能对一些严重感染的病人 有指导意义的话 这个 结石培养 在我们医院这种 细菌培养 结石培养这种标本 出来时间比较短 比如有时候经常培养 结果三到五天才出来 这个 目前的话 比如说在 胡文奇教授那边的话 这个结石培养 这边是不是 培养结果能出来的更快 啥时候能给临床一个指导 谢谢胡文奇教授 文奇 回来一下他有两个问题 多谢宋超教授 第一个呢 就是您说这个 您那个病人六次培养 是阴性的呢 那术前的 第一他如果明显的耿堵的话 那确实我们可能反复培养 培养不出来 所以我们看这个EA的 就是EA最新的2020年的指南 他对于这种 绝石枪内手术的 这种风险预测呢 我们注意第一 有一个强调的是 这个尿培养 第二他强调的是 剩余高压 所以我觉得这种 如果您决定 确定 就是说考虑他有感染 那我们可能要 排 就是说降低 他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的话 那可能我们要 第一术中 我们要减少他 可能造成的感染的危险因素了 那比如说这个 剩余压力的控制 或者术中手术 手术时间的这个 控制 那因为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做这个 结石的这个 续菌培养了 那如果说尿培养 我们培养不来 那我们还可以就是说 可以采取这种高 就是说敏感度比较高的 这种续菌培养的 这个办法 那比如说用质朴 那我们这个婚线所 就我们中原生的病变 他们因为重症的 病人是很多的 那他们有说 就是说这种病人 培养 就常规的 包括痰 这种尿 培养不出来的话 他们会用质朴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降低 我们这个培养的一个标准 因为我们常规是10的五次方 这个续菌的这个数量 那才会到10的两 就是100 认为就是有这个续菌的 一个存在了 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个 用质朴来做 但这个还目前没有进行 常规的这个 我们是在书中 就直接你取了这个结石之后 放到这个五菌的 五菌盒 里面有这个五菌的生盐水 然后我们要通过实验室 把它这个做了这个 把结石给它碾碎 烘干碾碎之后 然后再做培养 送到检验科去做这个培养的 我们开始的 就是最早做在培养出细菌之前 这部 然后培养出来之后 我们才送到检验科 让他们给我们做细菌的这个 所以就是说 结石培养目前确实 难道看看我们 如果确实有意义 去做 我们怎么更好地去推广它 好 谢谢宋教授 谢谢你 宋教授 这个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继续请下一位 一位文教授在吗 宋教授 我现在现场听得到吗 我现在现场听得到 请您跟我们对我们 文起教授的 我们听得到 跟文起教授的报告 您有什么 您有什么看法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那个 我们文起教授的精彩的这个演讲 因为突然我的电脑 那个终端坏了 不能开启视频 真的太不好意思了 这个很遗憾了 这个我们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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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这个见不到女生呢 这个这个这个见不到女生 永远我们很遗憾了 下次弥补 下次 我觉得文起教授这个讲课 我一直在认真听 包括之前他的很多的 关于感染方面的一些报道 我也是认真在学习 所以也是受益匪浅 今天呢 高晓峰教授 他们两位大咖也都在 所以呢 我有两个问题 想要请教一下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尿培养的阳性率 那的确是对我们有指导意义的 但是尿常规的指标 就是它的阳性概念 到底定性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在临床 特别是软镜和肾镜的手术当中 其实也有深刻的体会 如果术前一些细菌指标 都是正常的 但是不能排除耿阻性的 这个上尿路感染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术前一次的单次的抗生素 或者是说我们手术人员 术中判断来进行 术中的补给的这个追加的抗生素 其实是紧够的 这个可以早期的预警 早期的发现 早期的处理啊 很好的防范 这个术中尿原性浓度血症的发生 所以术前如果是长时间的 这个抗生素的使用 对于一些没有指针的病人来说 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这一点就是我想问一下 尿常规的指标 我们就是科室的这个正常的理解 认为呢 就是一个亚细胶酸炎阴性 一个就是白细胞指数 是两个加以下 那么细菌指数在这个1000以下 这样的一个大致的范围啊 不知道文启教授是怎么考虑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才前面的那个嘉宾也在提到了 结识培养这方面的问题 上一次我记得小峰教授到我们 也不是到我们这里 就是在线上指导我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这个结识培养 然后我就如履甚至 每个兵都去做结识培养 那么这主要还是针对一些复杂性的结识 但是结识培养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积了几十例吧 因为我开展的也比较迟 几十例当中没有一例是阳性的 我就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操作手法的问题 还是我们这个 有一些一些误差的问题 我想请教两位大咖到底应该 怎么样去操作来 获得一个更客观真实的一个数据 谢谢 高老师 这个时间关系 这样我们请高老师跟我们回答您的问题 去面跟我们做个总结 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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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你好 这个何教授 听到吗 听到吗 高老师 首先非常祝贺 可威书记和李军组长 这个带领下的我们CEOA亲尾的这个 结识学者成功举办这么一个会议 那么也非常感谢他们的邀请 来参加这个会议 那么刚才这个吴文奇教授呢 做了一个报告 我觉得呢 这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报告 那么内容呢 非常贴近我们临床的实际 这个研究呢 做的很有深度 利益非常的高深 其实他这个报告呢 是结合了他们自己的临床的试验 就临床研究 而不是临床 是临床研究 而且已经发表的paper 然后再结合国内的一些 国际上的一些这个研究呢 给综合了一下呢 做了一个报告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报告呢 非常贴合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 那么也非常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但我现在这里要说的呢 就是说 我们其实现在医生啊 面临着一个是我们自己 泌尿外科的学术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 第二个呢 还更重要的是 面对着我们一个社会的研究 如果你一旦发生了 这个因为我自己有亲身的体会啊 一旦发生临床 医疗上纠纷 比如说你感染了以后出问题了 那么人家医院来来跟你组织鉴定 或者说其他地方组织鉴定 它不仅仅是拿你泌尿外科的 感染学的共识或指南来要求你 而且是拿整个感染学会的共识指南来要求大家 这个是我们有亲身体会的 比如说你带着一根双烈管 然后你这个给他用了两三天抗生素 给他做塑尿管暖进了二次做 但是手术以后发展感染性休克了 那么医生就他们这个我亲身经历了 他们这个我们这个鉴定委员会就认为 他们是整个感染学会的 你只要是带着义务有感染的人 他们都可以用探亲门戏的 你为什么不用 这就很简单了 所以另外的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对于刚才这个 尹渭文教授讲了啊 没有感染的这种立下的这项人 抗生素呢要严格的进行使用 但是有感染迹象的人呢 你应该是也是谨慎的 把他要感染的机构给他控制住 一般情况下都能够把尿培阳控制好 控制好了以后再做手术的话呢 相对来讲是安全的 这是我们自己科里的要求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说 如果你尿培阳是阳性的 我们一定是尿培阳在做了以后 是阴性了以后再做手术 那么如果你是尿 亚硝酸炎是阳性的 我们也是亚硝酸炎阴性以后再做手术 那么如果你是 尿培阳跟亚硝酸炎都是阴性的 那么 尿培阳硅如果有白细胞呢 白细胞下降了以后再做手术 那么如果你手术中间发现 它是一个感染性结石的 那这个结石你必须做 说种种结石的培养 所以呢我觉得呢 这个对感染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能太放松 但也不能太过 那么真正的要做临床的研究呢 非常有必要但也很难 因为这个自定的标准啊 一旦发生问题了以后呢 就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啊 所以我问其教授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 给我们有指导性和参考性意见的一些研究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谢谢 谢谢你啊 这个可以说尿的感染是我们一个枪劲 做我们做枪劲也好 做学生也好 一个永恒的话题 由于这个时间我们超时比较长 这样吧 我们下一次有关这个问题呢 我们下次会有我们再谈 那我们根据议程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走 下面有请华生科技大学同学院 余潇教授 给我们做续练管远近 手术的再思考 余潇教授 余潇教授听得见吗 余潇教授你好你好 这个刚才这个没有订到电脑屏幕上 我以为只有我们广州比较幸福 有个峰会场 我看北京跟武汉都有 对对对 我们是讲应这个徐和卫教授 李津教授的这个号召 正好大家也提供了很好机会 我们线下也可以聚一下 所以非常感谢 好的好的 余潇教授 那我把话筒交给您了 谢谢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 这个那个CUA的领导 再包括刚才讲的 徐和魏叫做许晶组长的 这个精心的筹备 这次会议 所以让我们这个学组的会议 在这个线上和线下 这个顺利的召开 当然这也是一个创新的形式 今天给大家汇报的一个题目 是这个数量管软禁 手术在思考 其实我想的话 国内的数量管软禁 在我们这个 长海医院 高尔弘教授 这个一直是 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 创新的工作 所以我正好他也做点评 希望他等下多多指导 这个数量管软禁的发展历程 其实也就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真正的应用到临床 可能也就是大概50多年的历史 这个其实也离不开这种 我们这个公司的 对这个设备的改进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其实跟人论的发展史一样 这个技术的进步 其实都离不开这个设备的创新 当然虽然玩软禁的优势 是不言而喻的 应该这个大家都非常了解 自然通道 快速康复 大家学习曲线短 我想也是这个 我们节食治疗的一个未来 当然自然玩软禁 发展非常迅猛 从我们早前开始讲的 这个纤维软禁 到一体化的软禁 电子软禁 再到大家组合式的软禁 到现在的 可能大家接受的非常多的 一次性的电子软禁 其实在短短的几十年间 已经有这么多带的 这个更新换带 现阶段来说 自然玩软禁的关注点 应该我认为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包括图像质量的这种改进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电子软禁 其实是做得越来越好 当然尺寸也是越来越细 尺寸变细了以后 应该来说 我们的安全性也都提高了 再一个就是操控性 越来越灵活 我最近在哪个地方 看了一篇报道 可能是以后 在肾上里的弯曲 可能是多维度的 以后可能是 真正就是没有死角了 再一个安全性的 刚才提到了 有压力控制 刚才我们那个 许会叫做 也讲了 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当然 我们还谈到了 这个数字的感受 在我们王德康老师的 这个带领下 我们还有一个团队 做了这个 叫Doctor Care 这样一个东西 可以关注到 数字的一些 一些身体的 一些指标 其实我们想 数字能够关注好了 对患者同样也是有利的 所以来说 其实我们考虑到 虽然工软件发展 我们认为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一个 虽然发展得很好了 其实还是一个 应该来说 一个早期的阶段 当然我们人为的 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见解 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 多批评指正 现在我们认为 在第一阶段 我们更关注的是 这个碎时的 一个方面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可能是 关注到图像的质量 和操控性 它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我们那个结石 能够很好的打碎 当然还有我们 激光的一个发展 所以 但是它不足之处 就是可能 这种即刻的近视率不高 当然室内的压力 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而且现在 最大的结石 手术时间还是比较长 所以我们希望 在第二阶段 我们能够提高 我们及时的近视率 也就是像我金米肾一样 是不是这个结石 打了以后 能够很快地 就让它把它冲出来 或者把它 我们现在都 采取套石 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 把水流都改变了以后 肾脏的压力 同样也不是特别高 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第二阶段 是提高我们的 即刻的近视率 这样阶段 而且如果激光更好 这种盥洗更好 所以我们的手术时间 也能够缩短 这个是我们第二阶段 那第三阶段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叫人工智能 跟我们的这种 5G的网络这样结合 把医生患者 和我们的设备 能够整体结合在一起 一个多维化的 这种一体的这样 第三阶段 是不是手术更加简单 结合人工智能 这种一些软镜的导航 是不是我们做软镜 就更加容易 这是我们想的第三阶段 当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 目前来说也改进 这个是我们在网上 当中老师带领下 我们这个绍光镜的一个 电子镜的一个 成像的一个效果 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现在其实目前 已经上市的 包括浦生的 包括其他厂家的一些 其实也是达到 非常好的效果 在这个谈谈 其实我们对软镜 那些思考 就是在这个思考的 这个带领下 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进 就是说第一个谈一下 我们怎么样 使我们的支撬过程 更加安全有效 当然软镜撬 我想绝大多数专家 做软镜都是需要采用的 这个图片 大家非常熟悉了 这是一个数量管损伤的一个分 一度二度三度的这样一个图片 软镜操造的优势不言而喻 利于软镜的进出 降低内压 保护内进 但是它的不足之处 确实也是我们有顾虑的 第一个数量管的损伤 但是损伤后的狭窄 这个都是我们有顾虑的 大家都知道 在国际上 大多数国家 其实跟我们精疲生一样的 他们在这样一个操作过程 都是在透视下来完成的 它的好处就是非常直接 非常直观 但是它的缺点 就是医生和患者 都是有这个ACM暴露的 这样一个问题 但我们国家呢 可能基本上大家都是 因为我们国家 大家其实在座的专家 都是非常熟练 都是靠手感来完成 这样支撬的过程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这个有 可能有一定的这种危险 这种潜伏的 所以这个时候 安全性就会没有这么高 所以怎么样提高 软低撬的安全性 我想是两点 一个就是 我们减少数量管的损伤 这个时候 我们考虑到 能不能可视进行 因为现在我们做静命证 还有很多提到了 这种可视参赐 所以我们软低撬 能不能做到 可视进撬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们进一步降低内压 其实现在国内 有很多成熟的产品 就是负压撬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把这两个 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这样其实国外 有篇文献 已经给我们提供了 一篇思路 它是在硬镜的辅助下 进行一个可视进撬 其实它就是把一个 细的硬镜 插入我们的这个 软镜的外撬 来放置这样一个撬 它的好处就是说 这个能够直视下 非常安全 而且能够降低 一个线的暴露 所以在 在这样一个提示下 我们其实也对 我们的这种软镜撬 做了一个改进 第一个 在这个外撬上 我看这里有没有提光 在这个外撬上 可以看到 在这个外撬上 我们设置了一个 负压的接口 可以接我们的负压 这个是很多撬的这样的 我们主要重点的 就是在我们的内撬上 这有没有提光吗 这个没有吧 在这个内撬上 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三个工作通道 可以看到 它这三个工作通道 可以满足我们 插入我们的这个视 就是视频的光纤 还插入我们的 引导的导师 同样还可以插入 我们的这个盥洗的这个 所以在这样的话 能够我们做的一个 可视的这个 一个进 插入我们这个 进销的一个过程 后面有一个 这个是个组合 就是将我们的这个 双方形的光纤 插入我们这样一个 软进销的翘芯 然后这样一个组合 非常容易啊 也非常简单 视频帮我播一下 应该是自动的 两个都可以啊 这个其实很简单 这个你大家可以看 这个我们做 视频管径有点类似 其实我们这个是预制了 这个我们导师 左侧就是一个 我们其实接了贯注棒 接了我们这个导师 右侧就是我们一个 一个这个内镜下的 一个图片 其实非常清楚 就这样我们制销的过程 其实就是非常安全了 当然我们承证上 这个男病人和女病人 其实有一定的差异 男病人一定要预制导师 女病人其实 有时候我们可以直接 把导师插入我们的翘 来寻找这个孙章管 做了一次进销这样一个过程 是也可以省力了这样步骤 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 可是进销的 我们认为 其实是非常安全有效的 这个方法应该来说 也符合我们的国情 这个我们以后就不用 一线暴露了 直接来这样 也更加安全 当然对于有时候 导师管条件不好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贯注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可能会担心 引起室内压的升高 这个时候我们改定 就是把这个 做了一些回水的改定 这个 当然我们还尝试 这个是我们要尝试的 就是说如果对于女性病人 这个合并了 或者男病人吧 就合并了 室内压的结识 我们能不能直接在放翘的过程中 因为他这个 这个我们插了导师 把导师这个拔出来以后 能不能把火炬光的光纤插入 做到这个室内压的结识 和圣结识进行一期处理 当然我们在这个方面还需要 做一些尝试 我们也在做一些这个 伦理的申报 第一个是翘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讲的 就是怎么样提高 我们的这个无视率的问题 也就是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们在这个方面做什么改定 大家知道这样一份文献 其实作者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软件 碎时术后的这种结识排出 其实是一个 我们要的重视的问题 它排出的时间和排出的效果 其实跟我们大多数医生的想象 可能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你看可以看到时间比较长 排出的 自然排出率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这个作者 他提出了 我们需要用碗栏套去结识 或者是粉末化以后 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做的惯洗 冲突结识 这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这份文章讲了 临床无意义的禅食 并不是真的没有意义 还有相当多的 需要我们再次干预 当然我们曾国华院长的 这份专家论坛 其实也谈到了这个 就是说 我们虽然我们软禁术后的 无食率并不是这么高 术后三个月 可能仅百分之五十 术后 就特别是下涨的 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个无食率的问题 其实是我们要重视的问题 当然现在怎么提高 软禁的侵食率 往南 这是大家经常采用的 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徐国会教授刚才讲的 这个瑞亨的激光 其实也非常好的 麦康可调 高频低能的一个粉末化的碎石 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可能负压 当然负压能不能直接把石头 这种冲出来 我想以后真正做到那种 完全的粉末样的石头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现在很多石块 其实负压的作用 可能不光是 清粗结石 它更重要的是 保持压力 或者保持我们视野的清晰 再一个就是我们药物的辅助排石 当然跟结石成分有一定关系 比如说我们有莱特 可能这个是药物的辅助排石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镜本身 能不能提高我们的侵蚀率 在这个方面 我们在王主任带领下 也是做了一点尝试 因为我们传统的 我们结石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的结石 进入了我们软镜窍了以后 我们冲石头 我们需要在软镜的引导下 用盥洗 其实很缓慢地退出来 如果你看金平胜很快地退出来 这个石头往往很难冲出来 所以这个出水 因为这个水量不够大 这个通道比较长 所以目前来说 这个软镜的这个冲石头 是个效率很低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因为我们的武汉 住在长江边上 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起码 原来我们有次在福建开会 我听到毛后平教授讲了一个 就是说他说我们用 他做金平肾的时候 他冲石头 他是人为的用那个硬镜 在这个肾脏里这样旋转 他就形成一个窝流 这样他说认为这个 这个结石能够出来得更快 所以我们软镜能不能形成窝流 也是提高我们无视率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漩涡它是有一定的方向的 一个入口一个出口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方面 我们把水流都改变了以后 能不能提高我们的排视率 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所以我们人为在这个软镜 把软镜的头端 进行了这样一个改进 由原来的传统的直出水 改为侧方出水 多孔的侧方出水 形成这样一个窝流的形状 但是它的作用 同样能够降低温度 保持视野 这个能不能提高无视率 我们做了一些体外的实验 当然这个实验实验也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改进的这样一款 水流改进的 在我们的侧出水的镜子 和我们传统的直出水的镜子 进行一个比较 当然我们首先是在 我们的肾脏模型里面 我们预制了一些很细的 这种细沙子 就是我们打算 就是类似于我们粉碎的结石 进行惯洗 这样一个实验 我们其实就是放了两颗的碎石 为什么选两颗 因为我们大概测量一下 一立方里移民的碎石的 这个质量大概是1.7颗 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软镜标准 大概一公分以上的这种结石 就这样的 我们冲洗的时间是 是10分钟 这样 这个石机的灌流量 还要的偏大 大概是这个200多一点点 可以看到我们碎石的效果 就是我们冲了10分钟以后 我们用测出水的这个石头 能够于44%的冲出来 用我们传统的直出水的 只有15%能够冲出来 所以它的效率 基本上是提高了 接近300 300不到 所以应该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当然它的压力 因为我们还测了一下 收集到这个出水量 其实说 我们想这个是不是因为 这个多孔出水 这个灌注的量太大了 所以提高了充实力 其实我们测了一个 收集的这个出水量 其实应该说没有增高 甚至在这个试验里面 我们测集到 还是比较偏低的 所以说这个石头 这个冲石头 这个效率的提高 并不是通过提高 这个出水量 灌注量来的 而是我们考虑 还是这个水流的方式改变 是不是提高了 这个石头的排出效果 再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试验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出水的 测出水其实有很多方式 包括我们跟直出水比较 我们有方案一和方案二 这个测出水的这个方式 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受到一些 这个技术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不把测出水的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 我们就希望以后产品出来了 以后再跟大家汇报 所以你可以看到测出水一 它这个出水量 其实比这个直出水 提高并不多 在测出水二的时候 这个我们是冲洗了12分钟 就是说测出水二和测出水一 和测出水和直出水比较 跟直出水比较 它基本上这个时候 排出的石头量 基本上有10倍 接近9倍 至少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来说 可以说这个水流的改变 能够大大提高 我们这个石头的 这个充实的效率 所以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 所以我们来说 应该来说 我们这个结论就是说 应该来说 这个侵蚀率 对我们软禁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我们的极客侵蚀率 所以我们目前来 只做了一些体外的研究 体外的研究 显示了这种 出水方式的改变 相较于传统的这种直出水 它能够有效地提高 我们这种软禁的侵蚀率 而且我们人 这个侵蚀率的提高 并不是通过灌注量来的 而是通过我们改变 水流状态来的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软禁 自身特性的提高 但是软禁的自身特性 已经在不断进步了 刚才讲的视野 和静体的出现 所以我们觉得 它还是有挖掘的潜力 也就是这种出水方式的改变 应该来说 应该提高我们 更进一步提高 我们的软禁的效率 所以我们想 高效的侵蚀软禁 应该可以出现 这样一种 再一个新型的激光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做的工作 这个是19年 一月一会儿上 很多关于 刚才可能后面 还有专家讲的 这种叫这种 这种超脉冲的 有光纤激光 叫Fiber 这Laser 就是光纤激光 我知道 其实在 长矮医院 很早也在 试用了这个方面 刚才 徐国卫教授 也跟我们提出了 这样一个 他说 但他们的效率 也非常高 其实我记得 有一些跟 这个石磊教授 他在国外 好像开会的时候 国外有这个演示 他说效果也非常好 应该是很令人震撼的 这个可以看到 跟火激光的比较 当然这是早期 十秒变化不大 十秒钟的时候 到了一分钟 可以看到 这个顺势效率 这个相差很大的 所以我知道 这个刚才 徐国教授讲了 这个 其实火激光 我们就不谈了 其实也刚才进步很大 这种瑞克恩公司的 这种丢光纤激光 好像是也在拿着注射凳 如果这个来了以后 我想应该来说 对我们做软禁来说 又提供了 又是吧 又是吧 这个您 适当地加快一点 这个节奏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所以我就讲了 它的这个优势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们的 这个负压的 这个可视窍 再加上我们这个软禁 再加上我们的激光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 极客的侵蚀 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我就认为了 我就自己写了个名字 我想就是我们现在的 逆行的这种生态的手术 我们以后能够变成一种 逆行的这种侵蚀手术 我想的话 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软禁的效率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个 你的每一张片子 都值得我好好的去 回去再思考 应该说都是你个人的 这个在工作中的 都是你的 有所事有所想 现在我们有请 我们几位的讨论专家 做个一个讨论 徐教授 全平教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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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呀 你好 客气 谢谢 首先谢谢 这个几位领导举办这次会议 然后呢 我其实讲过一个 类似的一个换灯 然后我今天听了 我们笑哥 笑哥这个讲课呢 就他这个比我那个要 高达的上很多 也研究的上了很多 我像软件呢 主要是在几个方面的应用 除了除了常価的碎石之外呢 可以在多性联合啊 可以在深夜泡囊种的内切开啊 深夜泡囊种的火警啊 气势结实的碎石取实啊 包括深夜泡囊种的内切开啊 这几个方面都可以用用 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我们虞教授啊 我们笑哥 就是我们对于好多指南来说 上面说呢 数量关软件一般在两国分以内的结实 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首选 所以呢就是说 所以呢就是说 对三国分以上的结实 我们一般还是选择PCN比较多 但是两国分到三国分这种 灰区这种结实呢 就是说你做PCN可能一次性就去完了 但是你做软件有可能一次 有可能两次 那对这种结实呢 像这种范围的结实的话 你如何选择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 呃 以这些软件当中呢 就是出现一个百化其放的一个局面 包括我们 英勒伟啊 普生啊 包括我们这个 丹马等等之类的好多品牌呢 就出来的都 都比较好 那您对这些软件 以这些软件当中 您最看重的这个指标参数是什么 不是哪个最好吗 说最看重的指标参数是什么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对于常污的软件碎势来说 呃 因为我们知道王烧钢 软件方面 我们的烧钢件也是非常好用 您到我们这边也是 呃 多次进行手术演示 那对于乌的软件手术 烧钢件 一次性软件 包括我们 普通的这种输入软件 呃 您应该怎么选择 啊 就这三个问题 啊 谢谢主持人 谢谢小哥 那我简单讲一下实验员 这个因为实验员 全民教授 我看这个这个三个问题都您这吧 您额要来回答一下 好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软件发展 其实应该来说都做得非常好 我认为最重要的影响 那不是我个人啊 对大家的影响因素 可能是价格 这是我我感觉的 因为都做得非常好 呃 其他的至于 你刚才讲了以后 对两到三公分的劫持怎么选择 我觉得从我们医生角度 我主要是判断这个劫持的硬度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因为涉及到这个效果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跟病人的沟通 看病人希望怎么样 他的经济承受能力怎么样 在这个方面 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所以还是看病人的意愿 谢谢教哥 谢谢教哥 谢谢李教授 魏教授 薛东教授 魏教授您的这个经营 您的话题 那局势人 何六教授 高雄伯教授 那个 李星教授 那个感谢刚才 您把这个 把这个 化成的这个音量调高一点 听听听吗 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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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刚才余教授 给我们分享了 他的这个经验 的确软禁碎时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不是把结石打碎 而是打完了结石 怎么排出来 这的确是一个 一个临床 比较关注 比较关注问题 那么余教授 给我们还介绍了 这个 这个软禁碎的技巧方法 然后呢还自行在这个设计的这个旋转 出手 软件口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 一个ID 而且之前呢 我也听吴肖教授讲过 总共来说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期待吧 期待吴肖教授 后续的这个临床的验证 和这个产品的上市 好了 我一直讲这么多 好的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张蓬教授 张教授 何教授 张教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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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到是吧 听得到 也请您谈谈您的观念嘛 非常有幸啊 今天 听于肖教授 对于这个 比较大一点的结石 这种软禁碎试以后 提高即刻轻石率 这个确实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因为稍微大一点 是否排斥时间太长 吴教授和这个 双方教授 这个武汉团队 他们确实 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心思 研究的方面 确实对我们来说 也很有启发 我们也确实期望 这个像 软 像这种 可视之窍 可视下那个之窍这种 新式的设备 尽快上市 可以给我们提高 更好的武器 谢谢大家 共同期待啊 张教授 高老师 高老师 你好 你好 您好您好您再跟我们做一个 总结跟点评吧 这个好的好的 这个余霄教授啊 这个这个报告啊 我觉得真的是他的心血之作啊 因为他不仅手术做得好 临床的思考也很充分 而且呢 把我们整个塑料光软禁的 整个器械设备 手术的技术 他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新 包括我们的 可视的镜窍 物流的镜子 还有激光的碎石的速度 都做了很好的总结 那么为什么呢 说他是心血之作呢 这个呢 第一呢 非常缺乏临床实际 发现问题 然后做了创新改革 第二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呢 为了做好这个手术 做好这个创新 于潇同志呢 已经瘦了很多了 我看上去都瘦了 好多好的 我们都看了心痛 所以这是心血之作 好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 谢谢高老师啊 这个 本节呢 我觉得我们两位副组长 针对我们临床的这个 可是我们临床关注的问题啊 都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阐序 然后因为这个两个位教授的 这个话题呢 可以说非常接地气 讨论也比较激烈 但是由于实践原因 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技术网线的 交给下一节 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两位的 两位呃 演讲专家 感谢我们的点评老师 高晓峰教授 感谢我们六位的这个 讨论的专家 那我们把话筒交给我们下一节 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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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教授您了啊 好嘞好嘞 谢谢谢谢 好 能听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您技术 好嘞 好 那我们进入下一环节 这个环节 卫星会我和崔正宇教授 一块主持 我们直接切入正题 我们请费翔教授给我们 做如何更好的完成一台塑料管手术的报告 讨论嘉宾是李文辉教授 李工程教授和李延教授 因为呢 时间有限 每个团嘉宾 我们提一个问题 好不好 好 我们有请费翔教授 尊敬的大会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同道啊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啊 就在这边 不管是线上还是怎么的 看到大家都是很高兴的一件事 然后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 是如何更好的完成顺带管软径手术 十分尴尬的话呢 跟于萧教授的这个这个有点状啊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吧 我也像于萧教授学了很多东西 首先啊 就是说我讲就是 假如说和以前虫的话呢 基本就不过 就是不怎么说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个人理解啊 数量软软径的本质 实际上我们最开始接触的 都是先经费肾后软径 那经费肾的话呢 它是一个人工强盗的 肾内结石的治疗 而软径呢 是个自然强盗的肾内结石治疗 它俩实际上主要区别 就是在一枪道上边 那经费肾的强盗呢 可以可大可小 可以 但是它最主要的 一个是个短 一个是直 但软径不一样 它是一个细 因为人数量管这个条件限制嘛 它的大小和它的一个走形 必然来说是一个 相对来说软一点 曲一点 然后长一点的这个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关于安全性方面 那经费肾的话呢 它出血的风险很大 软径不涉及这个 但对软径来说的话 它数量管损伤的风险 和感染的风险 远远超过清闭肾 那这个是我们做软径 说一定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个的话 就是说有效性 清闭肾的话 因为它通道大 绝大多数的话 石头能即刻取出 换句话说 它的无视力要好得多 软径的话呢 它相对来说 尤其最开始的时候 基本需要自己排 那它的这个 就是说近视率 相对来说也要差一些 这个是我个人理解的 清闭肾径和软径的一个区别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导丝 我们实际最开始 做设断管境的时候 只有个导管 什么也没有 但现在我们有各种情况下 不同导丝 为什么说这个事 叫公寓扇气室 避嫌利息器 我们做一点好的手术 如果没有这个设好的设备的话 没有这些东西支撑的话 那有的时候是很难 或者是非常非常难以完成 这个手术的 不管是软件 摄像设备 激光 好的床 甚至换句话说 现在还有一些人在研发机器人 好的导丝 翘往来支架 这些东西任何一个好的设备的提升 都对于我们完成这个手术 有非常非常大的重要性 然后的话呢 最后会主要讲的是 就是说这个普生那个镜子嘛 首先它摄像光源显示存储 是四为一体的 然后它有非常方便的一个特性 就是既查既用整段抛弃 然后非常轻巧 适合于更多的手术环境 还有的话呢 它有一个可充电的电视续航 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假如说光源不好使的时候 它会很麻烦 但它这个可充电电视续航的话 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它存储信息非常方便 然后就数量管软件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实际上硬镜和软件 它是都是通用的 感染 数量管损伤和节式材流 这些问题 那我们发现的话呢 就是说节式材流 刚才于晓教授讲了 我们如何最好的 这个即时刻的排斥 还有数量管损伤和感染 那怎么预防损伤 怎么预防感染 是我们数中需要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数前如何提高 这个软件的一个成功率 首先的话呢 要有一个完善的影响觉检查 预判手术的复杂程度 和数后的排斥难度 我认为这个 作为一个高手来说 应该很重要 就是很注重这一点 像前日我们看过 温奇教授表演了一个 非常难的 粘膜下结实的一个取出 那这个情况就是说 你数前如果没一个好的预判 那你光靠经验去完成 属于打遭遇战 可能会难一些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增加成功治窍的一个 成功率的一个措施 我们最常见的话呢 一般是留置双肋管 我实际个人来说 非常愿意留置双肋管 因为这个手术 结实手术 它相对来说是一个 不是那么急的手术 就是你没有必要去 因为这个肥药硬上窍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那这样事的话 预置双肋管可能会好一点 而且的话预置双肋管之后 它能最大限度的降低 双肋管损伤的风险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预置双肋管之后的话 它实际上来说 是使双肋管平发剂麻痹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药物 来达到这个同样的效果 也可以用α受体组织剂 或者β3受体机动剂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效果 因为证实证明 它同样都有分布 这是我跟刘凯隆教授那儿学的 我们是出复前的 也正在用 但是这个具体的效果 还是因为展示用的时间短 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看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谈这个感染 我认为术前感染控制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从无数文起教授那边的话 他前这个BBT 也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你术前控制好了 相对来说术中术后 就简单得多 但你如果到术后再去控制 换句话说 真是自己一半 老天爷一半 不是那么好处理的 然后术中提高静止率 降低并发症 我认为最合适的一个技巧 实际就是我认为 就是一味 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实际上这个的话呢 大家也都是同样的共识 你把一个困难的位置 这个石头 用网栏 或者用导丝 给它放在一个好的位置 便于击碎 提高静止率 手段手术时间 还有的话呢 可以避免术者疲劳 因为有很多 做软件 做得多的高手们 实际上他手的 腕子上的话 他的手的疲劳度 都很多的 很多有健康炎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可以避免这种一次性软 这种电子软件的损坏 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时间所限吧 因为这个一味 谁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不给大家放了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 树中身体压力的控制 我认为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使用这个负压吸引镜窍 负压吸引镜窍 现在有很多种 就是我自己用的话 包括这种 就是说金属的和这种 就是说这种 这种类似于非金属的 我都用过 我个人认为的话 金属的可能会好一点 它能显著缩短手术时间 最主要的话 降低肾余内压 避免感染 然后的话呢 因为它有负压这个工作 能提高净视率 降低复发风险 最后还有的话 我特殊提一下 就是硬性负压翘 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也用过 它有一定的部分指向性 就是说我从体外的话 我调翘 可以让这个翘在肾余 或者说它往上段 或者上段 或者中段 这种情况 它的指向性 我认为非常有好处 这也是大概一个病例吧 大家可以看一眼 这个就行了 就是这个 有没有负压装置的情况下 是个什么情况 那这个石头的话呢 我们看这个石头 然后碎的过程中 实际上这个石头 明显是个感染性的石头 做这种石头的话 换句话 我相信每位树者 心里边都是或多或少的 有一点点的 这个小的这种 这种忐忑 然后肾里边石头 也是这种感染性石头 但是刚才那个病人来说 它是个比较糟的病人 不太适合精疲肾 没办法 我们就是 换句话说 尽量的水流 然后大概差不多 建好这个时候就可以 这是一个 一个没有负压装置的 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 有负压装置的一个情况 这是病人的另一侧 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述前 进去看 发现也是这样 表面有龙胎的石头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感觉 犯不上了 就没有必要去 这样去冒险 我们就更换了窍 我们更换的话 是个硬质的 这个软性窍 这个就是 像于肖教授说的 刚才就是 可视进窍 但是这个数据碗 前提之前是扩张过的 数据碗条件非常好 我们放这个窍 相对来说很安全 然后放这窍的位置 我是可视的 这种情况下 相对来说 就位置也是很好的 然后窍放到鱼管交接后 我们马上就可以 把这个水 把这个吸引给它开 这种情况下的话 肾鱼里边的 含有这个浓性的尿也 能会得到一个 很好的清除 因为这个 看的话会非常清楚 还有的话 就是说我个人感觉 包括刚才 薛科卫教授说的很好 就是说 你用一个智能窍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个岩石 但这种情况下 相对来说 我们看肾鱼的这个情况下 就是我随时调整 这个负鱼的大小 和灌嘴这个情况 基本上来说 有可能比这个智能的 可能还相对来说 有可能更会好一点 因为这是实时的 我通过这个 镜下这个 里边水流的改变 和肾鱼这个 充盈程度的改变 我能判出 出这个肾鱼内压 大概多少 是高了还是低了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窍的 这个叫可调性 硬性的可调性 相对来说 要好于这种软性的可调性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 石头基本就是被清得比较干净 我们看我可以调到树那上段 利用负压 把这种大块石头 也可以冲出来 对 然后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说 首先上心态上边 你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 但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 然后扬长臂短 最大限度的发挥软性的优势 它就是说多角度的 然后就是说 可以进到更多的展里边 第二的话 良好的手术设备和器杰 可以是示范空位的效果 这是换句话说 就是每个做手术的大夫 都心里边比较认可的一件事 好的设备 要比一个好的人 什么要强得多 第三个的话 就是术前准备 一定要充分安全第一 因为节食手术 毕竟整个地 它是个良性病 如果节食手术出问题了 还是很麻烦的 就是要抱最大的希望 为最大努力做最坏打算 最后的话 就是说 我认为这个图片很好 就做软件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敬畏之心 就是说 我们做软件的时候 看到的只是 剩余内的局部的一个 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情况 但这个情况 对于病人的本身 对肾脏 会造成别的后果 实际我们并不知道 好 这就是我今天 向大家汇报的内容 因为和刚才没说吗 和于潇教授 这个PPT啊 撞的很多 所以我尽量的 就是说减少了 我说的时间 谢谢大家 讲的不好 大家多多包涵 实在抱歉 非常感谢 飞翔教授的 给我们带来的干货 李文辉教授在吗 李文辉教授 在 能听到不 能听到 非常好 能听到 刚才 刚才 亲了一个是 云霄教授和 慧强教授 这两个都是 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 非常全面的一些知识 其实我们在 就是 作为 我们这一代 做软件的话 可能是比较多 比较多一些 而且是 现在是 风移的 一个素食 因为在 其实我是做软件的话 是从2012年开始 接触的 接触以后 就是开始做了一些软件 就包括早期的 那个 包括李军教授 来给我们 演示过以后 我就做 也做了一部分 小软件 不管是承认软件 还是小软件 我就从这里面 就是说 那个自己 也想了很多 摸索了很多 现在就是 两位教授 把这个 把我们软件 不管是 他的数钱的准备 还是我们是 那个 那个 数中需要考虑的东西 还有我们的 器械的一些 升级 还有一些 对他的 并发症的 防范 还有残疾结石 最主要的是 就是把我们这个叫 不管是软件 还是硬件 或者就是说是 在结石的处理过程当中 微妆处理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以 剩余压力的 一个 控制 用了 现在就是说 对于软件来说 目前 大家都讲这个 扶牙吸引效 现在是 我有这东西 咱刚刚才开始用 也是在摸索期间 就是说 非教授 不管是 用我们现在 城市的 这个叫 费压吸引效 还有 英诺伟现在出的 费压吸引效 还有他刚刚 提出的用的是 这个 这个叫 叫什么镜的 疏通镜的 疏通镜的 这些 这些 对于我们来 做手术 做一个 就是解 取实的手术来说的话 首先是安全性 大大的提高 尤其像 那个 非教授 刚刚 展示的 他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上面 就是 还有存在的感染 尤其我们 软件进去后 看到 深夏展 经常 合并 就是有 虚状的物 有虚状物 我们说 可能有 细菌感染 还有以前 就是说是 前面 吴教授讲的 还经常 合并 有 真菌的感染 这类的病 对我们 其实 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做不了 这个手术 只是我们的心理压力 是非常严重的 像这也就是说 是 数前的 数前的一些 抗减处理 这可能是 在这里面 最主要的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 凡事跟 感染有关的问题 它都是 要命的 我们取食 取不了 因为这一次 取出干净 还可以 下一次取 它只是一个 最多是一个 要多次取食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 最主要要把 一个是说 我们把 进窍 都放到位 第二个 我们在树中 能控制好压 所以我看 那个 费教授 写的这 我们用的抗认图 宇教授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这个请你 减要的 因为时间控制 请你减要的 这个说一下 OK OK 我就说 从两位教授 对于软禁的 全面的闪失里面 我们把它 更能 很好的呼吸 让我们在 后期的 对我们自己 在的学生 方面 也去教的话 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感谢两位教授 的 精彩演讲 谢谢大家 好了 李工程教授 李延教授在吗 李工程教授 李延教授在吗 我在 我在 我请您简单的 就是概括一下 因为时间也比较有限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个大会主席 就各个主持人 给我们这个提供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然后感谢这个 费教授 刚才一个精彩的演讲 在塑料管软镜 软镜当中 确实我们 现在应用 非常越来越多 这个安全 这个这一块 是非常的关键 就是说 如何做好 一台塑料管软镜 我们就 我觉得 不光是 把阶式的 清除 与提高 然后就是 患者的 它的 安全 系数提高 也是很关键的 这也是很成功的 一个关键 所以说 刚才 他讲的当中 就是说 控制 这个生云内压 这个翘的 通过这个设计 可以提高 监测 这个生云内压 是个非常 关键的 一个 一个作用 所以说我们 以后在塑料管软镜的 这个手术当中 我们要从多个方面 来提高患者的 这个安全性 和解释清除力 我们就说 更好的 能作为一个 一个好的 一个塑料管软镜手术 这是我的一个 一个观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李延教授 请你做最后的点评 一分钟的点评 好 谢谢 刚才那个 费祥教授 讲的已经非常好了 非常全面 然后呢 我有一点小问题 就是说 从我们手术者的 这个操作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 大的中心啊 每天做的手术量 非常大 每个手术 手术结实了 也是非常多 那我们这个 患者 我们的术者 这个疲劳度呢 有时候就是 比较疲劳 那会 长期呢 会有这种职业病 那如何 就是说减少 这种操作上的疲劳呢 我们是想 这个问一下 费祥教授 有这个左手操作 右手操作 还是双手操作 您这方面 有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 一点经验 这个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我一般习惯是 左手操作 就是我们最开始 血转镜是 就是左手 右手相当于会慢一些 但右手 你要去动光纤嘛 你像普香镜 它有这个好处的话 它可以锁定光纤 这个相对来说 就是说能够好得多 这个你可以 不要说就可以换手了 第二的话 就节食一味的问题 我认为节食一味啊 是减少你疲劳的 最大一个优点 你把 因为你 就是你累的时候 肯定是你最不舒服的时候 也是节食在位置 最讨厌的时候 那这样是的话 你只要把它一味 那可多花一点点 咱说多花点费用 那你节食一味之后的话 你手就解放了 而且手的稳定性 也会更好 这样的话 就是负责商 出血这些也会更好 我认为这两个 就是说一个靠设备 你假如说 你如果 你需要 就是不是需要 特别的这种 左右手调光线 一条静的时候 一个锁定光线 这个小东西 可能会很好的做 第二的话 把节食一味 这样就会最大限度的 减少你的疲劳 我不知道这么说 您是不是满意啊 非常感谢我们 飞翔教授 精彩的这个讲课 我们有请下一位讲者 这个佐利教授 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 可视化球囊 辅助一期软件的手术探讨